各位好,歡迎來到核心設計,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是第10週,然後在開始之前注意到我們有指派新作業 如果你是選修這門課程的研究生的話,請你注意E-mail 我跟助教會來通知各位,會要求你去寫課程回顧 主教課程回顧不是選其末才寫,就是你從現在開始就可以陸續回顧了 我們本週的目標就是希望讓大家了解到現代處理器 其實現代處理器有些特徵,我們有在之前講Conclusis有提過 像這個Out Order Execution,像Ride Buffer,或是Inverted Queue 就是為了這種Automic Operation這種機制 還有考慮到Memory Barrier 注意到事實上現代處理器又更複雜一點 當然我們這本課不是來教大家現代處理器 而是說你開發軟體,尤其是系統軟體 要怎麼去因應這些現代處理器的變化 這邊有一個超級棒的演講,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看 我的教材看不完沒關係,這份教材一定要把它看完 你看這標題寫得多棒 就是什麼? Implementing the software that people want 就是開發人們想要的軟體,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這才是工程嘛,你說你的工程是做一個航太工程 你的工程是做建築工程 那做航太當然要做飛機啦 做飛機、做無人機、做導彈、做火箭 然後建築的話當然要做房子啦 那我們資訊工程就是要做軟體 但是做軟體的是什麼?是人們要的 任何人在今天都可以用ChatGBT或是類似的工具產生層次碼 這已經是做得到事情,像我女兒也會啦 她每天看到我坐在我旁邊,東看七看 她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鬼,但是她看到我按一按 然後東西跑出來 但是這是不是人們要的?這是一個很大大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Paul McKinney Paul McKinney是RCU的維護者 然後這個人非常神奇 就真的很有趣 然後前幾年我們有邀請大家來台灣 然後他現在在META工作 在META之前是在IBM工作很長的時間 然後各位要知道Paul McKinney可以當我爸爸了 所以你可能要叫他爺爺 他60歲 那60歲以上了 但是他還是站在第一線寫程式 這跟我們台灣很多價值觀是不一樣 對不對?我們台灣很多價值觀是說 35歲以後就不要寫程式 這是一個選擇 但不代表說都該這樣子做的 Paul McKinney跟大家說明說 他這張60歲每天開發程式 而且是林斯克朗這種等級的 而且還寫書 總是給大家很多奇葩的 然後他的演講很好玩 所以一定要去聽他的演講 這邊幫你們畫一些重點 我怎麼不動啊? 尷尬! 找問題啊 劉丸七又卡住了 好吧 欸 對 對 怪怪 Pole McKinney 他在這個議題 他就回顧他的人生 然後我認為Paul的演講 很值得去看的地方是說 其實與其說他是一個工程師 你不如說他是一個 他就是很像學者 然後有研究員的氣息 然後又有工程師的這種 工程師的這種堅持 就是那種 你如果看那個日本那種 那種將氣 那我就覺得這個 然後如果你寫信給Paul的話 很可能就會收到來信 可能會晚一點 他就是會回你 他就是這麼有樂趣的人 你要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 他讀大學的時候我才剛出生 他大學畢業我才剛出生 然後 所以我叫爸爸也可以 我說他的那一輩 但你可以剛說 他的開發過程 就從那種大型的主機 然後到現在這種 到現在這種 超級電腦 然後更大規模的系統 他自己都有經歷過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那種 concure的問題要去解決 然後 這也是他在這個議程 就是特別去強調的 然後 他這邊就是去回顧 從這個歷史去回顧 好 這個我們先有點印象 這個要特別去解釋 就是說在 90年代 90年代的那個時間點 是一個很有趣的時間點 就是80年代的話 是個人電腦新奇 90年代的開始有這種 網路 但是注意到網際網路 其實要晚一點 網際網路的話是要到 92年93年才有 真正網際網路 但是在那之前 其實很多電腦他就可以 用網路連接起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這個機制 這個簡稱叫SFQ SFQ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我如果是像一個印表機 就是網路印表機 就是大家如果沒有去上過班 可能不曉得 但是如果說你有上過班 就知道就是像聯發科 或是台積電這麼大的公司 他公司裡面有很多印表機 那印表機的話就是 他就是會去等候大家的任務 比方說你就是要印一份 印份什麼文件 對不對像這樣文件 然後呢 因為那個文件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剛印的 或是有些需要簽名的地方 那其實他上面都有一個序號 所以就是說他會排定一個任務 那排定任務的話就會放到一個 就是這種CUNY 然後他會特別去強調這個Fairness 那這邊講的Fairness 並不是說 因為我們漢語裡面講公平 其實是很糟糕的詞 就是我們公平這個詞 已經被濫用了 你知道吧 就是你考試考不好 然後就說 哎呦不公平 對不對 其實是不開心 就我們台灣講不公平其實是不開心 但是這個公平的是有定義的 所以講公平是有定義的 我們公平講的是一個什麼 我們講的是一個比例關係 這個在我的書本上的第二章就有提到 就是那個Fairness這個詞 就是很關鍵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大家知道吧 我們漢語很多情境是很糟糕的 我們就很多詞就會濫用 不用你死 等一下 在第二章 決題 注意好 就是說 他其實不是為了要平等 就是我們在台灣講那個 不公平的時候就講平等 就是說 哎呦連盛文娶了一個主播女友 我也要娶一個主播女友 連盛文這個 這個什麼呢 學了八堂課又成為財經增加 我也想要成為這樣 所以我在台灣其實在意的是 平等 但注意到Fairness不是這件事 Fairness的關鍵再來是它是一個 weighted 它就是依據特定的因素 然後會有不同的權重 所以注意到它是一個計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在剛才提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講什麼 就是像網路印表記 那些裝置上 那我們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先後順序 然後再來是有可能會怎樣 會有人 它可能會有比較高的優先權 然後它會放棄 那再來是有人可能 它就是幽默來講 它可能是這樣 是需要彩色的 對不對 然後可能會時間比較久 或是有些任務它比較短 它可以換 可以調換順序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其實90代呢 就有一些數學模型 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字就是那種 隨機啊 亂出那個意思啊 就是說他們想辦法去讓這個 在隨機的環境來講 會得到一個最公平的行為 然後注意到這背後呢 肯定有些數學 那我們先跳過那些數學 我直接跟大家講這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呢 在90代呢 其實科學家的那些電腦工程師 跟那些研究員 花了很大力氣 去設計這樣的一個機制 然後呢 這樣就要搭配它的演講 然後 但是呢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說呢 他們設計到很複雜的系統 然後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個Paul McKinney 直接講個結論 它就是什麼 Sought No Problem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們解決問題 解決錯方向 就是 他們去設計很複雜的演算法 但是呢 說真的 人們在意的話 不是這個 就是他 就是當初在設計的演算法的時候 會希望說 達到這個資源的最大化 但是呢 他忽略很多的議題 比方說呢 有些人他的文件就是短的 比方說 你想嘛 就是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要印一個什麼 像我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是 口試通知 口試通知就一張紙嘛 那如果這一張紙呢 我必須要等很久 那 那這樣的話呢 怎樣 這樣的一個辦公效率就很差 那反過說呢 如果呢 我們總是用這麼複雜的演算法 但是呢 卻忽略這些很基礎的這些操作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 然後呢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他就提到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90代呢 解決這些網路啦 解決這種風包啦 解決這種計算啊 還有一些topology問題 就是運算節點 因為90代也是分散式運算很 很火熱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現在講的區塊鏈有很多技術呢 其實就是九年代那時候在探討的 然後呢 Paul McKinney就說呢 其實就是說呢 那個年代呢 就很容易把問題想得很複雜 然後想到不該想的問題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剛剛說他就是什麼 就是論文吹出去 然後 可能有一些很厲害的演算法 但是那個程式嘛 它不怎麼樣 而且呢 它可能衝到都不是在解決一個關鍵問題 但是不代表說不該做研究啦 因為這些過去做的研究 也許呢 過了幾年之後又重新用得到 像那個90代就很經典 就是那時候有分散式運算找到非常火熱 但是真正那些分散式運算什麼時候用得到呢 那是那幾年的事情 就是區塊鏈 區塊鏈火熱之後呢 發現很多演算是過去在解決的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他就是 Paul McKinney就直接把這個SFQ 就是他建構在一系列的數學問題上 他就是說呢 根本就這樣 根本沒有解決到關鍵的問題 然後呢 那後面呢 他有幾個類似的 類似的那個例子 然後就跟你講說呢 以前電腦做了什麼事 就是你聽他演講 可以順便看一下那個電腦歷史 然後我想這個電腦歷史 對各位來講很重要的地方 在於說呢 他不是只是講古而已 而是要知道說呢 過去很多決策 什麼決策是錯的 當時是錯 就是當時是很熱門 然後但是最後被認為是錯了 但是人們吸取教訓 然後呢 反應到未來系統上面 就之後的系統上面 然後 這邊 因為他圖太多了 我就省掉一些議題 我幫他畫一個重點 然後呢 剛剛提到就是這個SFQ 就是花了很多力氣的設計 非常複雜的數學 但是其實在當時的場景用不到 但是最近又用得到 但是因為過去思考的場景 終於在現在這種規模遇到了 然後呢 從2004年以後呢 這個世界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2004年以後呢 Linux正式成為 就是正式提升了Rylo Time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像那個 SpexX 喔對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轉播對不對 等一下會發射火箭 SpexX呢 它裡面呢也用到Linux 然後呢 裡面用的Linux呢 就是用到這個 針對Lylo Time去強化的 叫成為叫Premrt 然後 這個在 之前那個 就是之前有一些ANA ANA就是 Ask Me Anything 就是在很多公司啊 尤其是一些網路導向公司 它就會安排一些這種ANA的section 那就是去問這些創辦人啊 問這些主任工程師啊 或者問一些重要的關係人 說這個關於公司啊 關於專案啊 然後呢這個 SpaceX呢 在前幾年就被問到問題啊 說請問他們的飛龍號 那些在 就是透過那個發空耐 發空耐的火箭 然後呢 上面那個 那個飛龍號 看看用什麼作業系統啊 然後呢前幾年就 裡面的工程師就說呢 它裡面其實就是用Linux 然後 藉由這個Premrt 然後 然後 Paul呢 Paul呢也是參與這其中 而且呢 就是不只Linux變成它可以成為這種工業控制的骨幹 此外呢 就是2004年開始呢 這些多核的裝置呢 變成是一個合理的價格可以取得的 現在各位用的手錶啊 比方說你用Apple Watch 它就是雙核 或是更多核的處理器 那你手機可不用講啊 你手機可能八核十核都有可能 對吧 十幾核也 也不是少數啊 然後 那 你家電視啊 你家的那個什麼 那個Louter 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呢 已經是 就是 就是多核 它不是什麼未來事 它已經發生了 然後 這些問題呢 其實 這些狀況呢 就把很多問題 把它變得複雜 所以這個為什麼 Paul McKenney 要跟大家講股 就是呢 因為呢 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像901代 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人們去解決一些很高深的問題 解決剛剛講的分散式預算問題 人們去解決一些 QN 就是說你應該有聽過排隊理論 就是涉及到說要怎麼去排隊呢 才會讓等待的時間最少 然後呢 要怎麼設計一個系統 才能夠讓這個整體的那個 同個時間 能夠做的事情最多 然後或者說呢 去讓這個平均等待時間可以降低 那就是過去呢 花很多力氣去思考這個演算法 但是Paul McKenney說 那其實那是在當時是不對的 但是呢 在現代來講 有些概念會重新辦出來 那 Paul的演講呢 其實很棒 就在於說呢 因為他就很貫成的資訊科技歷史 你懂得知道 你可以看到說 在你出生以前的電腦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呢 哪些東西呢被保留下來 哪些東西呢 他發現一些很嚴重錯誤 像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 當時發現一些 就是 沒有在解決問題的 然後 但是也有反過來 就是說像這個後面 就是說 以前有些什麼笨的方法 今天呢 被重新 重新保留來 保留出來 然後去解決特定問題 然後呢 他在後面呢 就有開始講到一個很關鍵問題 就是說呢 軟體驗證成本變得很高 然後我們要知道就是 之前我們在講那個軟體缺失的危害 我們之前就要講那個軟體缺失的危害 我們之前就要講那個軟體缺失的危害 有提到說 提到說 Intel的Panting Panting處理器 IntelPanting處理器呢 其實他有 遇到很嚴重的 曾經有遇到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對他商譽很大的影響 所以最後只好用4億美元的資本來回收 注意到這個是還好說當時回收得早 因為如果說今天是像現在這種 像現在這種 Apple這種 或是聯發科這種晶片 它那個量是很 就很驚人 這個是 我看看 在什麼時期的事情 這個例子太有名了 就是在CSAPP裡面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在1994年 1994年的話就是 Intel他的那個 當時推出的Panting 在Panting出來之前 在Panting出來之前 其實Intel的處理器編號是像8086 8088 然後80286 80386 80486 那為什麼後來要改名字呢 因為在英國美國的 依據美國的專利 還有那個智慧產品的那些相關的單位 他們有講數字本身不能申請商標 就是商標法是不能給商標的 當你寫個3M是可以的 3M就是有三個M開頭的字合成的 但是就是80386 80486這顯然就不能當作商標 所以後來Intel就搞一個東西叫Panting 當時就被發現什麼呢 發現說 Intel為了加速運算 把這個懲罰表寫在處理器裡面 但是這個懲罰表裡面 有五個地方的輸入錯 就是它的表格裡面有2048個數值 然後其中有五個錯誤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難被抓到的 然後Intel的工程師一開始 也是不想要去處理這件事 畢竟已經鋪貨了 已經在市場上出現了 但是因為後來這個衝起很大 你看10月一開始 Intel還不想處理 後來這個教授就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如果用在什麼稅務 用在什麼軍事會計算錯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召回4.7億美元的損失 然後在那之後呢 整個晶片設計就是用形式化驗證 然後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像以聯發科來說的話 就是你很清楚說 聯發科它最有價值的晶片 就是做5G 就是通訊的晶片 通訊晶片裡面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所謂IP 就是Intellature Property 就是智慧財產 比方說來自ON的CPU 來自ON的GPU 或者來自Imagination的GPU技術 然後也可能會來自其他公司的 像什麼藍牙的技術 然後這些來講話呢 其實開發的時間呢 還是很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驗證難度是很高的 大概有 我不能跟你講精確的數字 就是你大概可以想像就是 可能6x5的力氣都用在驗證 然後現在的i7的規模是已經很驚人 像你應該有聽過原本的課叫VOSI 你要知道就是VOSI它的權名叫做Very Large 對不對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就是講這個超大型機械路 但你要知道就是 我們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那些教授教的 Very Large Scale 其實就是幾 幾 就是大概100萬個Logic Gate 而已 那你可能要好奇啊 現在大家用的那個Apple Apple的那個晶片呢 它是什麼等級 我們來給它欣賞 比方說呢 這個M2 M2Slicon 我們來看它的電晶體的數量 你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在那個二十幾年前 人們對於100萬個Logic Gate 就說它是Very Large Scale 就是那個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然後呢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呢 像這個人來講的話呢 它又跟你講說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是多少個電晶體呢 我剛剛看到電晶體 有寫 有寫 我們常在講 你知道 有些 有些東西我不能 沒寫 我就不能講 知道當然不能跟你講 但是如果查得到我就可以講 然後 嗯 我怕被解禁了 嗯 怕被解禁了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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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没有数字啊 奇怪 找到再跟大家讲 我们直接找个B点 家基本上他们都是几十亿这个规模了 所以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到底是多少个啊 电脑塞太满了 算了 我们等下中午 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讲 然后呢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现在验证的成本是很大 然后呢 这个硬体验证成本很高 然后软体的验证呢 其实也不可能低到哪里去 那当然软体跟硬体还是比起来 还是有一些差异 就是说因为硬体的话就是出错 那就只能找回 软体的话呢 如果你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考虑到一些升级 像这个FOTA 分为over the air upgrade 就是这种 就是可以用那个软体升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还有机会去补救你的软体 然后 那Paul McKinney呢 在他演讲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 他说Bugs are so good 就是说其实现在系统够复杂 你 现在要去想这边并不是说 我要怎么把所有的bug消除掉 而是说呢 我要怎么去区隔 就是当然像柯董这个层级 我们就想办法这样 想办法去提升那种品质 那上面可能还有应用框架 就是像那个像QT啦 叫Qt 或是说一些图形系统啦 资料库啊 他就是这种基础框架 那这些其实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些 会有些缺失 然后呢 但是就是希望的 他就是他就点出呢 这要要去解决问题的成本非常非常大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他今天就是讲这种 就是规模很大 然后需要大量的投入 然后终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Paul McKinney这个演讲 我认为是很棒的地方 就是在说呢 你可以了解到这个 我们在这个时代 系统软体开发的挑战 好 然后 这个地方有录影 就是强烈建议去把它听完 可以获得很多启发 而且Paul讲话很好玩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现代处理器 好 这一样啊 这个有这个录影 那就是 搭配看 然后这边的话 有几个议题 我们要 要 要 要理解到 就是 首先呢 你要知道说呢 其实晶片 这个 这些晶片的 并不是在 并不是 越新 就是越好 所以当然 不是越新 就是越好 其实 适不适用才是关键 就像人类在上个世纪 1960年代末期 1969年 人类就这样 人类就可以登陆月球 但是后来呢 后来人类之所以不登陆月球呢 其实也不全然是因为技术关系 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在资本 就是除非呢 去登陆呢 可以 带来更大效益 否则资本 或是说在这个 因为冷战 结束了嘛 冷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 这个 世界强权 第一世界跟第二世界 第一世界就是 美国 欧洲那些国家 那第二世界就是东方集团 就是那些 苏联为首的那些 那些共产国家 那之前在 二战之后的 冷战时期呢 他们有很大的动机去 开拓这个 月球的探索 说不止月球啦 金星啊 火星都去探索 其实就是一个 考虑到一个 洲际 洲际的那种战争 但是呢 当时的那个 就是不计代价去做 但是你现在 要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接触到 这些微处理器呢 它其实 你要搞清楚 它的动机 就是 就像 就像各位 用那个 Intel的处理器一样 就是你看 Intel处理器会分 i3 i5 i7 那注意到 i3 i5 i7呢 其实它不是反映到 哪一个系列 就比较 能力比较强 其实不是 其实i5 i3 i7就是品牌而已 那这个品牌最后呢 对应到哪一个家族 其实是什么 要取决于一个词呢 我们称为叫做 Microarchitecture Microarchitecture 然后 这个呢 会比你讲这个 Intel i7 Intel i5 更重要 因为就是讲 不同的世代 这个就是 我们如果用 不精确的比喻来讲 i3 i5 i7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说 Intel 在卖产品的时候 会希望有一个什么 入门机种 或者一个中阶的机种 或者一个重视一个游戏体验的 就是它会有一个这样 就是让商人去 让那些 那些 那些供应商 让那些 那些 店面 比计计的销售人员更好去销售 但是呢 在这个内部呢 我们工程来讲 我们就在意它内部 所以有个词呢 叫做 Microarchitecture 然后在Intel来讲的话 就会有一系列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像什么Sandy Bridge 反正他们就喜欢用这种名字啊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找 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那个 Sandy Bridge 然后就是传统都看到不同世代 那这个像Sandy Bridge呢 它就是一个 比较早期的啊 就是那个 你看它 它也是用在i5、i3、i7 就是你看它就是四代 然后i5、i3、i7呢 是叫Prada内 就是它就分区分嘛 就是说 就是当下它要怎么卖 那注意到呢 Intel有 它不止Intel 其实很多公司 它都会有一个策略 就是说呢 它可能会有个旗舰期的产品 然后呢 那旗舰期的产品呢 它可能就是 就是那种不计代价去开发的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这个不计代价开发的产品 获得市场的这个 这个青睐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会去降低成本 注意到降低成本 不是只有台湾企业会做这种事啊 是到处 这是普世价值啊 这Costum是全世界都会做的事情啊 只是说呢 台湾Costum比较喜欢当人嘛 然后那个老美就是 人权的意思比较高 所以那个人不能随便去当 但是你看哦 它就把那个成熟的东西 变成挪在一个比较便宜的版本 所以一般来说牺牲了什么 牺牲了像Cash 牺牲了这个Bus的速度 那换个方式来说呢 其实Google Meta Microsoft 他们用的server 跟你用的个人电脑 在指定机呢 不会说有多大的差异 甚至你可以说 其实是同一组指定机 然后在 制程来讲的话 有可能也不会差太远 就是说你可能是 今年或去年在买新电脑 那可能在 可能在那个 对于Intel来讲 它可能是在同一批的制程 就是同一个时期的制程 但是差异就在于说刚刚提到 就用Cash Bus 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Interconnect 那这个东西就会导致它的差异 所以注意到就是我们今天学 计算机组织的时候 你会学习说像那个 Pipeline 对不对 你会学Super Scaler 这东西很重要 没错 这些就是所谓这种Pipeline 很重要没错 但是我们已经讲维处理器 其实不知只有讲那些 讲那个AOUA 我们会讲说你的Interrupt 你的DMA 那你的像是Cache Confluence 然后你怎么去实作出 Automic Instruction 然后还要考虑到一直多合 刚刚CPU跟GPU之间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要特别 额外做一个这样的讲座 让你了解到这个中间 要思考很多东西 那这边有些搭配的短片 那你可以教它看 要说这个多合处理器 怎么一回事 像这个影片就很好看 就讲说有点像电脑历史的故事 但是讲的又更明确 然后清大自贡的黄庭音教授 他有一个很知名的课 就是计算机结构 那我就用他之前的公开课程 来整理那个教材 就是感谢黄庭音教授的教材 那我就把它就像懒人包 所以你可以搭配看看这个部分 然后有另外一个教材 它也是很棒 就是号称可以让你90分钟了解 这个现代的维处理器 那之前有同学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叫维处理器 而不是叫处理器 你要知道因为处理器这个字 是很通用的词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word processor 对word processor这个字 你要怎么翻呢 这个很难翻 这个就是 你要把它翻译成文书处理器 但是文书处理器跟CPU 是没有怎么直接关系的 但这个字呢 其实它出现的时间点 比intel的CPU还早 所以就是 你不能说是人家操人 谁操谁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1950年代就存在了 就是intel都还没开始设计CPU 就有这个字叫word processor 注意到percent这个字 是一个很通用的词 文书处理器叫word processor 然后如果要处理SML的话 也有它对应的处理器 SLXT 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 它就是叫XLT 不管了 就SML的处理器 处理器这个字是很通用的词 它可以指是一个装置 它也可以指一个过程 就是从A状态到B状态 但它不是做translation 它是让你从A的状态 本来有一个材料 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这个东西就是percent来做 但是如果我们讲micro processor 就一定是讲CPU里面那个东西 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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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次 就是percent这个字呢 它有很多用途 那会有刚才提到的word processor CPU processor 然后呢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那个micro processor percent就一定是指现代 你看到这种CPU晶片里面的运算单元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区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也容易大家搞混 CPU跟percent 这个东西很尴尬 其实我以前不在意这种事 但是最近为了写书 写书最累的地方就是要区分这个东西 就是CPU啦 percent跟core 这东西很烦 但你一定要理解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Intel 就是Intel的4004出来之前 就是早就有CPU了 所以注意到 就是你会看过那个新闻想 或者一些报道 或者是一些网上知道说 4004是一个第一颗商用的微处理机晶片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 1971年 你会发现整件事有点怪 就是刚刚那个文字处理器 对不对 就可以打字的那文字处理器 不是说1950年代就有了 对不对 1950年代 1960年代 就存在了什么 打字 电脑打字了 电脑打字的东西 它难道不需要CPU吗 你不觉得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404是第一颗 第一颗商用的微处理器 它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两个 两个是 商业不是重点 两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是它是微处理器 另外一个是它是晶片 因为过往的做法是什么 因为过往的做法就是说 它会有个单元叫CPU 但是CPU来讲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晶片 就是说 它不会是一个单一的晶片在这边 以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些寄电器 或者是一些真空管 它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单元 然后接着我们要跟它讲一个很关键的词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讲那个什么 Socket Pool 这些东西的观点 Socket Pool 找几个漂亮的图来看 太好了 就这张图 然后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因为现在系统真的是复杂 这不是复杂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我们以前讲说 very large scale 的那个integration 就是讲说几百万个 large gate 但现在都是好几个billion了 已经没有词可以用 所以我们还是讲VSI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讲系统的就是这些东西的集合 它可能会包含CPU 包含GPU 或者是包含一堆CPU 那你注意看像这个画面就是一堆CPU 然后这一堆CPU里面它有点学问的 就是它对外可能会有一些机体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连接到左边的机体跟研究到右边的机体 其实是不连续的 physically不连续 注意到不要把它翻译成物理上不连续 它叫实体上不连续 physically 就是physically不是每次都翻译成物理 每次都翻译成物理 它有时候是翻译成实体 或是限值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就是系统 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集合 然后其中 其中一个小单元 我们称为它socket 这个socket 通常就是可以有针角可以换 所以其实我们更换的时候 是换整个socket 现在同学们组装电脑机会比较少了 但是以前很多 反正就是一个组装的最小单元 所以有可能你的机面会烧坏 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2000年的时候我买一个 MD的最新的Ethron 700MHz 然后把它超频超到多少 然后把它超频超到800多 然后就烧掉了 超频超到烧掉 但是以前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可能今天很难想象 但是以前我们超频超到就烧掉 那你就好奇说 一颗晶片多少钱 两万五台币 就是那个2000年 那个MD最顶尖 大概要两万多块 然后而且有时候主机板 会一起更烧坏 而且以前主机板很贵 就是那个主机板 CPU很贵 是一回是主机板也贵 然后我们讲的socket 就是讲的有一个针角 但注意到 因为现在的处理器是多核处理器 所以多核处理器的core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边 它就有若干核去组成的 所以你事实上 你过去在计算机组织那么刻 其实学东西是哪里 并不是学左边这个 你甚至你的socket都没学到 你就是学中间的ALU 那个pipeline或是学instruction fetch decore那些不同的阶段 你只是学到其中一个部分 但是以Linus来讲话 我们就是要理解很多议题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讲座 让你去了解它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那这个一开始你就要知道说 CPI就是什么 cycle per instruction 你要知道 或是一道指令平均要 它的latency时间 然后再来是IOP IOP是一个很关键 在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的CPU就是要去追寻 IOP 那现在讲话 IOP其实已经遇到天花板 就是已经遇到天花板了 所以科学家跟工程人员 就开始思考 怎么去突破这些天花板 好 然后那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 就是那个super 抱歉 Pipeline 然后再来是呢 虽然Pipeline可以去提 可以让我们去提升IOP 但是呢 毕竟每一道指令的行为是不同的 例如说呢在辅典数 你看到辅典数运算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它耗费时间比较长 反过来说 Integer的操作其实快 比方说Integer我做什么 整数加法 整数减法 其实都是快的 那像整数乘法的话 就是三个cycle 加法跟减法都只需要一个cycle 乘法需要三个cycle 那除法的话就很难讲 除法可能要十几到cycle 或者几十到cycle都有可能 那辅典数呢 就麻烦了 辅典数有很多不同的操作 辅典数就是 有的辅典数还可以求什么圆周率的啊 求那个甚至什么Arctangent啊 然后那个那个 这个不能念Sign H啊 对吧 它太有一套念法 我忘记那个英文怎么念 就是就可以算这个 双取函数 然后呢 这也是那个 CPU要做的运算 然后呢 这些运算很麻烦 因为呢 还要考虑到它是什么 还要考虑到它是 它的定义域跟止域的关系 因为不是每个输入都会有值的 那确实它可能会抛出一些 Exception 或者是一些Trap 那注意到呢 这些事情呢 都让整个东西变得非常的复杂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两栋四五再继续 哦 我们继续啊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讲这个现代处理器 现代处理器的设计 Super Scale是一个 很关键的议题 因为就考虑到呢 这个 我们从典型的这个 Five Stage 然后就是Instrutting Fetch Decor Excel Memory 跟Rideback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并不是每一道指令都需要做 Memory跟Rideback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掉 然后再来是呢 因为每一道指令的执行呢 其实时间落差很大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在上个世纪呢 Intel怎么解决这种 这种效能问题呢 它其实做法是呢 它把这个Intel 传统的典型的指令呢 把它转成一个内部的一个Risk 所以你知道就是全世界99%的出力器 现在都是Risk 你说Intel不是Risk 对 但它内部其实是一个高速Risk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它内部不是一个高速Risk 它今天没办法达到这种效率 它只是外面看起来 它有大概25%的电路 就是大概25%电路是做那些指令的转换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那这个SuperScaler呢 如果善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在一个Clock Cycle内 它其实同时可以做 那个事情变多了 对不对 应该就可以做三个指令 当然注意到这是什么 理想状况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境 叫做VLIW Very Long in Such World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它是 你会看到有些讨论说 它过时 但是我必须跟你讲 这东西在台湾一直都有在用 就是从上个世纪 到台湾一直都在用 什么情境呢 像台湾的联发科就有在用 然后高通 高通我不敢讲 就是高通的架构比较复杂 但是联发科就有在用 而且有些是公开资料 你可以自己去查 哪边用得到呢 就是用到一些Audio Codec 像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说像这个东西是一个蓝牙耳机 这个不是什么好产品 就是一个普通的蓝牙耳机 然后那这个蓝牙耳机呢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那种主动抗照 主动抗照的 你想它的原理是什么 原理就是说呢 我今天会有个波形 声音是波形构成 我今天有波形是这样 那我就跟它做一个反向的 就可以抵消 你说这个就是原理啊 听起来很简单 那怎么做 就是你声音来 然后创造一个跟它反向的波形 然后呢去抵消 这个概念你懂 但是我如何产生 我难道我可以预测你要讲什么话 当然不可以啊 耳机怎么预测你外面讲什么话 没办法对不对 所以呢必须要个超级快的速度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会有点延迟的 但是延迟的时候还是可以抵消 所以它并不是把所有声音消掉 而是说呢 它看到你的波形这样 哦对 它就可以知道 赶快去合成出来一个 那这件事的Audio Codec Audio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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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型 那些声音装置的必须要做得非常的有效率 然后那又要很省电对吧 为什么要做省电 你耳机难道会不会接一个电池吗 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 你耳机就挂在耳朵嘛对不对 就是塞到你耳洞里面 对不对 就是塞到你耳朵那边 但是它必须要做到很省电 又要效率高 又要省电 其实就是VILIW的强项 那不过呢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 它写程式实在太难写了 所以这个 通常我们就是会跟你讲 然后但是 业界其实是有在用的 至少在联发科就是有 然后它的砍派很难做 然后后面就提到一些东西了 像那个Brent Petition 还有这个Ooo Register Renaming 然后这个东西呢 也是要值得注意的 就是像我们讲的一个 Ooo Out Order Execution 那这个 以Ont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同样是Ont还会区分 比方说我们讲On Cortex A72 In Order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表格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它 我们今天真的要比较的时候呢 是比较家族的 我们是用家族的方式来比较 然后呢 这个家族里面会有不同的特征 像这个Ont的话呢 它有一个产品线叫做Cortex A 那这个它其实有三个主要产品线 就是不是三个 就是它跟CPU有关的话 可以区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有Cortex A Cortex R跟Cortex N 那刚刚合起来又是ARN 然后呢 我刚才跟你讲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不同时期就不同时作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Ont的晶片呢 有30万元 又64万元的 这你很显然知道 然后呢 这个是家族 OntV7A是一个家族 OntV8A是另外一个家族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OntV8A 它可以是64万元 但是它也可以是32万元 它或者是32万元 跟64万元混在一起 再一次啊 OntV7A 它一定是32万元 然后呢 OntV8A 它可以是32万元 它也可以是64万元 它也可以只有64万元 或者两个都有 那接着是一大堆什么 A7 A9 A15 注写谁这一大堆这种东西 这什么鬼啊 就是这就是实作 就是不同时期就有实作 然后所以呢 像高通啊 联发客啦 或是Google 他们跟Ont取得授权的时候呢 就是去做 就是取得这些 晶片的实作 就取得晶片的授权 然后用在它自己自家的通讯晶片 用在自家的这个 呃 运算的节点上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要比较一些东西 这个Inorder 诶 哎呀好烦喔 这表格没有 我们需要对照一个 好了不管 我们去看来看这个 那 例如呢 A72 取得A72 不是 Shoca 不是不 really 新東西啦,這就是老梗 那我為什麼講A72? 因為我之前有接觸到 我很久沒有做手機了 我上一次做手機,就是這個時候的 像A72,它就是屬於亂趣之型 注意到,亂趣 Auto Order Super Scanner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A72通常它會搭配其他的處理器去運作 你可能有聽過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Big Little 我們看那個示意圖 左邊就是強的,右邊就是弱的 左邊就是耗電,耗電耗得兇 但是運算會快的 右邊就是省電 運算相對是弱的 這件事跟排程系有什麼關聯? 我們要決定任務要分配到哪一核 而且任務之間會migrate 就是說我從左邊會migrate到右邊 右邊的中間這幾個會跳來跳去 都有可能會發生 然後注意到migrate是有代價的 而且這件事代價其實不低 我們最近就有一篇論文 我們最近寫一篇論文就講這個 這個代價其實很驚人 在某些狀況下它可能是數百倍的差異 然後所以你就需要一個策略 會有一個機制去降低它的這些損耗 而且你可能要預測 所以在更早之前就有人用到什麼? 把machine learning 用在linus kernel schedule裡面 你沒有提出這不是什麼神奇事情 這東西出來很久了 2003年就有這張論文了 你有沒有看到像Stone 就是說他用enforcement learning 去改進排程器 然後05年有另外一篇論文 反正其實這些論文就很早了 第一篇應該是03年 然後你用最多的是05年這一篇 那就是其實人們很早就發現什麼? 要做一個有效排程器 其實我們需要很多飛行知識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對大家的數學要求多一點 也希望大家能夠去解決這種問題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現在做手機比較的標的 其實有很大比例就是這個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分配資源 然後我要怎麼去調度 然後最大的Big Little最早是來自on的技術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後來intel也有技術了 也把這個技術用在他自己的晶片上面 像intel有一個叫Elder Lake 最佳這也是microarchitecture的名字 Elder Lake 你可以把名字抄下來 這個算很關鍵的那個為架構 然後你看在這個Elder Lake 這個microarchitecture裡面 它就會分P-core跟E-core E是什麼意思 Efficiency就是講省電 就像經濟艙那樣 經濟實惠的 然後P就講什麼Performance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話 Intel就喜歡取一個怪名字 叫什麼Performance Hybrid 或者Bigger and Bigger 老美的幽默 然後你要知道 那就是說我們過往會說 on的晶片省電 然後我們過往會說intel的晶片 運算能力很強 但注意到這件事其實很難講 你可以看Apple Silicon 從2020年鋪天倒海的提出 就讓人家很驚人 就是你看以Apple公司來思考的話 就是Apple Silicon有助於讓它們 從桌上錢電腦 然後工作蛋電腦 到手機都可以用同一種CPU架構 就是on的架構 還有搭配Apple自己的加速器 然後它就可以去統一這個生態 而且重點是說 它就可以用新的製程 因為過去跟intel密切合作的時候 就卡在intel過去 大家很清楚 intel的製程就是落後了 然後Apple就可以用先進製程 這是Apple之前在M1、M2享用的紅利 當然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資訊科技的發展 它就是一個週期 現在就是進入比較冷的時間 就是前年跟去年是火熱 那去年下半年開始就開始變涼快 就變涼了 那今年下半年的話 就是對很多公司業績會有很大的衝擊 但各位不要覺得慌張了 因為它就是週期的 你要擔心的不是現在景氣不好 而要擔心的地方是景氣好的時候有沒有哪個位置 當然現在就要去卡位 而且卡的時候要卡到有空間的位置 有的時候你去加入一家大公司 反正你就被隔起來沒有哪個空間 這是很危險的 總之我希望你了解到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CPU 因為Linus Kernel 就是建構在這些CPU之上的關鍵軟體 所以你當然要知道它的一些行為 底下有一些說明 關於SMT的話請你要留意到 我們就來解釋SMT跟SMP 有兩個東西不要搞錯了 一個叫SMP 一個叫SMT 一個叫SMP 然後我們先來講SMT 然後SMT是講硬體的執行序 所以我們都把這東西叫Hardware Threat 然後這邊我給你做一個參考 比方說這邊是我放在成大一台電腦 感謝廠商的捐贈 廠商捐給我們一台電腦 印檔裡面它有224核 HTOP很爽 我好喜歡看這個HTOP 你看HTOP它有224核 可是你看最左邊最上面是 編號1的 右下角是編號211的 對不要懷疑 就是有些CPU沒有要展現 好那像這個CPU 為什麼那麼多CPU呢 其實它就是因為它是SMT 我們看看這個LSCPU的資訊 注意到 看它的輸出 好你看它的輸出是這樣 就是說它每個Core上面有4個Thread 也就是說它的是4Way 4Way SMT 然後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情境 你說到底誰會用這個晶片 像一些網路通訊的情境 在網路通訊的情境 你就想像CDN 你知道CDN的作用吧 他你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你看打開Youtube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Youtube的東西複雜很多 就是內容 就是那個內容的影片 那些熱門影片那麼多 那這依舊是很流暢的 但是你打開我們成大網站 有時候覺得卡卡的 對不對 你就奇怪 為什麼連到台灣的網站還比較慢 連到美國還比較快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一直發生這種事呢 注意到不是因為成大的技術不好 而是因為Google這種公司 花了很大力氣去見CDN 那CDN重點就在於說 它先去預測或去推測 你會看哪些內容 那預先把這些內容推送到 距離這些中端比較近的地方 比方說在台灣 我們就知道說哪些東西很紅嗎 看到什麼愛麗莎莎啦 看到那個什麼 看到誰 看到林襄啦 最近那個韓國那個叫什麼 韓國那個叫什麼 那個 不管了 就知道 就是韓國有一個屁股很女的 對 他就了解你的品味 然後就是去猜测 所以西電幹的事情就是這個 他去猜测你接下來要看什麼 或是他去歸納 哪些任務是很容易被看到到 他就可能及早去推送 推送到目標市場端 然後這個是西電 然後這樣的東西 其實他的平行度是很高的 所以像剛才這個Under 7就很適合 就是他有200多盒 那你想每個都是去做某些運算 他去了解你的習慣 去了解你的風格 那去預先推送哪些內容 那反過來說有些內容 他已經inspire 那就是他可能不紅 比方說最近猜一年就沒那麼紅了 所以之前那些猜一年的影片 可能就是把那空氣拉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西電在幹的事情 然後所以你看 就是說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到底在什麼場景 就是我一直強調是說 你來學Linus kernel 並不是說一行一行看程式 說真的我覺得沒意思 而且這件事其實交給 交給Chair的GP就可以做了 其實你反而是要搞清楚說 這些開發者到底重視什麼 他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SMT 叫做全名叫什麼呢 Simultaneous Multi-Threading 然後注意到它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庫兒上面 它有好幾個Register File 比方說像這台電腦來講 它每個庫兒上面有四個Register File 也就是它有四個Print Counter 它有四個State Monitor 就是獨立的Register File 但是它真正的Pipeline還是共用的 所以它的機制就是說 如果Pipeline剛好發生Store Pipeline沒有真正作用的時候 其它的Hardware Threat 可以佔據這個Pipeline的支援 它的基本想法是這樣 但是要讓SMT提高效率的其實是很難的 也因此Intel跟MD 事實上它們的SMT是一個簡化的版本 叫做Hyper Threading 縮寫到HT 也就是說你在Intel也好 MD的處理器也好 你可以在BIOS UEFI的設定上面 也可以開啟一個這樣的設定 就是要不要開Hyper Thread 那如果有開的話 你就會進入到SMT的模式 但是也會帶來一些不確定的狀況 例如說層次執行就很難說了 因為你相當於是什麼 你相當於是一個Quad上面有兩個 有兩個Hardware Thread 會什麼 有可能會有競爭或是有順序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Fibonacci的作業裡面 有要求大家把HT關掉 其實就是想要去降低這方面的干擾 這叫SMT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SMT 很像對不對 字提起很像 我們講SMP 是在講什麼呢 那個S是Symmetric 對稱 對稱多處理器 所以我們看左邊那個區域 左邊就是SMP 就是Symmetric Multipossessing 就是SMP 然後如果你把兩組以上的SMP 接起來用高速的網路接起來的話 我們把這樣東西叫NUMA 注意到NUMA 這個NUMA的圈名是什麼呢 就是NUNIFORM Memory architecture 然後呢 你說這個東西呢 跟CPU排程器有沒有關係 有 而且不是一點點關係 是很大很大關係 然後我之前有三個有跟大家講 我們之前有一篇論文 之前有一篇論文就在講吧 講這個在NUMA架構的對不對 NUMA架構的這個 在那個 在那 這個 這個 晚點大家會在那個OSDI的網上看得到 這種比較舊的 比較舊的內容 這個新的內容 你晚點會在那個OSDI的網上看得到 然後 那像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會去針對這種NUMA架構 那你要注意到NUMA架構的排列方式 可以很多種 你看喔 像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各 總共有四組SMP 然後在他的這個NUMA來講的話 就是他叫CCNUMA 這個CC在重視什麼 就是講這個Cash Confluence 然後 這件事呢 它的難度在哪裡呢 難度在說呢 有很多問題 就是你點型的問題 在這邊是 在這種情境會不一樣 好 直接跟你講結論好了 就是說呢 我們那時候就有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隨著你的資料量提升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LUCK成本是增加的 注意到這個社 有什麼鬼事啊 這是什麼社 糟糕我看不出來耶 這什麼社 你知道嗎 就這個 抱歉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這個就是 MCS的社 你看到MCS的 注意到 MCS把它抄下來 MCS是Linus Kernel的 LUCK機制預設的 預設的石座 然後呢 你要注意到就是 它耗費時間是大的 有沒有看到很近的對不對 然後TKLUCK是 最簡單的石座 就是你在教科書看到的 這是TKLUCK是教科書看到的 那MCS是Linus Kernel做的調整 但是你看到一個悲劇 就是什麼 就是隨著資料量提升 然後它的LUCK成本就增加了 那反過來說 紅色的地方就是我們提出來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資料規模大幅增加 我們的耗費的時間 耗費時間 其實是小的 然後如果把它轉過來的話 就是每秒可以 可以處理幾次有效LUCK的話 然後這個 就像我們的紅色 就很明顯 而且感謝同學 對,綠色 所以大家知道 就是每個人的視覺狀況不同 所以我們要對人相互多幫忙 所以我們要求大家 為什麼公筆要寫清楚 因為視覺障礙是很多種 都有 不見每個都是像那個 戰不存這樣子 就是那個全盲 那有的可能有些障礙 像我有些 有些顏色我就看不出來 好,那回來 那這邊有影片 請你回去看 然後接著我們來進入我們的今天的關鍵 感謝Paul爺爺 然後如果說你大學沒有修過這個計算機組織 計算機結構的話 那這邊有黃婷婷教授的錄影 然後底下是那個重點提示 你可以先看重點提示 然後把一些不懂的東西 先把一些不懂的地方記下來 然後那黃婷婷教授他很 就是我覺得他 他就是互動性很好 然後就是 就同樣是大牌教授 就是你知道嗎 我們大學有很多大牌教授 黃婷婷教授也是大牌教授 但是他就是很願意告訴別人 但我覺得這很難得 然後很願意好好的奏教授 好,然後就是 你不需要每個環節都很懂 但是至少說你要知道有些觀點 比方說我們剛才講的In Order Out Order 我們有講到像Pipeline Hazard 或是講到說Branch Prediction 你要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這個東西在一定是課筒裡面都會有 然後你可以先把一些觀點字 把這份講義 就是我們幫大家整理一個懶人包 你可以先瀏覽過一次 然後中間把不同的東西寄下來 然後搭配黃婷婷教授的線上課程 接著我們來解釋我們的書本 好,那我們這次要來探討的就是第二章的2.4這一節 然後接著我們要去講Linus Kernel裡面 怎麼去實作排成器 那排成器究竟怎麼跟多核有關 最大的我們現在列出來這幾個都是跟多核有關的 就是2.4、3.2、3.4、4.1、4.2都是跟多核有關 好,先來看2.4 好,注意到Linus Kernel其實很早就支援SMP了 Linus Kernel1996年就支援SMP了 也就說Linus Kernel發展的第六年 在Linus Kernel2.0推出的時候 而且Linus Kernel那時候很樂觀的講了這句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如果要去做一個Lowband Thing 這個邏輯應該怎樣 他說Trivial對不對 你看他那時候那麼樂觀 來來給你欣賞 欣賞什麼 現在Linus Kernel排成器的程式版有多大 Linus Kernel那時候說什麼 他說應該很trivial對不對 這個悲劇是什麼? 你看這個程式版 兩萬七千行 但是那時候Linus Kernel沒有意識到這東西 他有多難 那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今天 我們不只是要做一個排成器 我們要讓這個任務的遷徙 任務的執行 要能夠正確 然後你又不能消逐事旅 就是說你又不能說 我今天遇到BGWeight的時候 全部CPU都在等 等到某一個任務結束 Quickle Session為止 所以我們這時候 我們又要讓每一盒 有發揮它應有的效率 但是又要確保 程式執行是正確的 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上週 特別跟大家講 RCU 這也是Linus Kernel 一直花力氣要克服的 我想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從來不是一個簡單事件 我甚至為了這件事去寫 寫這樣的一個書 就是因為生命上沒有這樣的材料 好,那我們現在要了解一個理論值 這個Andos Andos Law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講這個平行系統的提升效益 就是說我們提升平行度之後 對於城市加速的幅度是多大呢? 那這件事是可以用它這個公式來算的 換言之就是影響到硬體 讓硬體沒辦法發揮應有的效率的因素是什麼? 就是思維的部分 就是沒辦法被平行化的部分 就是思維的部分 就是沒辦法平行 然後這個是它的一個這樣一個思議 好,那接著我們來介紹一個Load這個東西 注意到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最近會重寫 反正我重寫完的那個版本會再發給大家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粗略了解 這個東西要Load 就是Load你什麼時候看得到呢? 你看我再登錄一次 再登錄一次走主機 好,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對,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有幾個數字 就是它有什麼0.0啊0.3 0.0對不對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它就是統計 然後LoadAverage在這裡 好,不要小看這東西啊 1.01 好,這個好,先把這數字一起 我再看另外一台 好,那你看喔 像另外一台的話呢 就是在上面統計 你看另外一台的話 就是看起來就是負載就低很多 這邊LoadAverage是0.00 就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做 反過來說上面這個就是事情比較多的 然後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這些任務跳下去 它有這樣一個數字 可是它這個數字確切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件事其實不容易 就是我這邊提供給大家的是一個比較早期的筆記 但是其實簡單說我們最近問到一個專家 我們有個專家 依據那個專家的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們就會把這個部分都重寫 但是還是可以先看一個比較高階的想法 高階的想法就是說我們需要有工具去量化我們作為系統 你看作為系統是什麼? 作為系統就是硬體跟應用程式之間的橋樑 我們當然不希望應用程式直接跟硬體溝通 我們希望絕大多數狀況不要這樣 只有少數狀況才當應用程式直接跟硬體溝通 否則大部分就是藉由作為系統做一個中介 作為系統就勢必要有一個方式去把這個CPU的 它的負載的狀況 然後頻寬還有一些可能一些系統的資源 要把它量化 所以像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幾個數字 其實就是講的嘛 就是它常去做這個量化 但是注意到那個計算是很複雜的 那複雜在哪裡?它會有當下的負載 它也會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負載 我們把這個東西稱為叫什麼? 叫load average 所以這東西不簡單的意義 好 這東西很麻煩的 然後你可能會遇到一些跟你想像不同的東西 沒關係,你不相信我們直接找看一下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它麻煩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就是 AVG 好,這個 Liner Schedule 底下的load average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它的麻煩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它其實涉及到一些運算 好,你看喔,這涉及到一個運算是什麼? Fix Point 不要懷疑,這個Fix Point 就是你在這個書本上看得到的 我們在哪裡寫到呢? 在那個 2.3 2.3 2.3我們在講什麼? 講那個 解讀成某一種形式的小數 那我把這樣的一個技巧呢 稱為叫做Fix Point 那load average呢 本身呢,它也是需要做這些數學運算 所以它的麻煩要在哪裡呢? 其實它會有一套數學模型 然後你要了解它數學模型 然後之後呢 你要能夠去把數學模型 對應到它的Fix Point 再把它做出來 像這邊會有這樣的一個數學式 然後呢,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還有 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那個 Esponential Esponentially Moving Average EWNA 那像這個EWNA呢 在這個 對這邊就有個EWNA EWNA 好,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就是說你想 Linus kernel裡面需要一個機制 去判斷系統的負載狀況 就是每一個CPU上的負載狀況 因為我們要藉由這樣的資訊呢 去判斷說 我要不要把一個任務 從某一盒搬錢到另外一盒 但是這件事呢 它很困難的地方是 我不能只是靠平均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應該要有權重 例如說呢 最近這個任務 它就霸佔CPU資源很久 所以它最近的動作是很重要的 反過來說 它過往 比方說一天前 或是十分鐘前 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就是說我最近十秒的 最近十秒是比較重要的 十分鐘前或是一天前 這件事呢 就相對比較不重要 所以我們就會有權重 所以就這樣 我們在講那個fairness 著重的東西是什麼? weighted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個CFS 那個fair 就不要把它反正公平 因為我們漢語講公平 完全沒有權重概念 我們台灣很好玩的 對不對? 我們會跟大家講 不公平啊 對不對? 但是講不出 你說不公平 那請問怎麼做才公平? 我又不是主管 我當然不知道怎麼公平 對不對? 就很重 我又不是老師 對不對? 那你不是老師 你怎麼知道我 我教學不公平 真的是 很奇怪 就是這樣 這個fairness 我就不翻了 就不要把翻譯成公平 因為漢語有公平 漢語公平是講平等 不是在講那個 不是在waiting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對應的運算 然後注意到這個運算很麻煩 也許我們之後有同學可以來看這一段程式 他那個運算很麻煩 就是他有一個 他有兩套數學士 然後兩套數學士裡面 麻煩的是 數學士已經很麻煩了 然後更麻煩的是什麼 他裡面有lock 他有可愛的lock 對對這個 就是他裡面會有一些 考慮到並行的狀況 所以要考慮到lock 那你們看到的阿西屋 就是 然後還有migration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學習課統很難的地方 就是其實你需要很多個 乍看不是那麼直接相關的 但是他最後都拼湊在一起 對吧 那這也是為什麼 也要求大家 充分的表達 因為 如果你可以充分表達 你至少還有機會問得到人 你至少還有機會去找到合適的資源 如果說你連表達都有困難的話 你大概就沒辦法有效的去溝通了吧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我們剛剛講的是那個load 對吧 然後 下一個部分 我們就要講到 想到什麼呢 我們就要講到PLT 注意到 PLT非常關鍵 PLT在Linus kernel 然後呢 Kernel Schedule 你找PLT P-E-L-T 那出現非常多地方 簡單說呢 就是 CFS排程的時候呢 就會運用到P-E-L-T的統計 不要跟剛才那個EWNA搞混了 EWNA呢 是一個底層的運算 然後呢 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 可CPU的資訊 就是個別CPU上的負載狀況 我才有辦法去做 Low-Benz 我才有辦法去做一些必要的調整 所以這是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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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 好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P-E-L-T在Linus kernel的排程器 它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就是它要能夠去衡量一個 指定的CPU上面它的負載 然後呢 但是你注意到它的全名叫什麼 叫Per Entity Load Tracking 就是 這個Load顯然就是上面的Load 然後這個Entity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排程的單元叫Scheduling Entity 所以就這樣 怎麼講的是Entity 然後 這就是講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能夠去 因為任務會在不同的Core上去Migrate 所以注意到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有個機制的去計算說 它從某一個Core Migrate到另外一個Core 你就想一件事就像你轉學嘛 你想你為什麼要轉學 轉學呢 有時候你就是起不得已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的家人要千居 所以你要轉學 或者說一種就是 這個學校沒有你想要的 教學資源 假如你是音樂專業的 但是這個學校他們沒辦法 讓你繼續培養你的專業 所以你可能需要轉入到另外一個學校 可是這個轉呢 不是要轉就可以轉 隨時轉了 對吧 你要先去問對吧 問說對方有沒有這樣的名額 或是有沒有特別的要求 甚至有時候什麼要擔保 然後呢這個POT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呢 它會去追蹤 會去計算 相關的一些變化 然後之後呢 要做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在哪裡呢 就是Keep Tracking 注意到 這個 它就是它會去 繼續去追蹤 而且它追蹤的時候 不是只是追蹤一個任務 它可以是追蹤一個任務 也可以是追蹤 A Group of Tasks 注意到 所以這個是在 跟典型的 作業熊排程器很不同 你過去學習的時候 就是只看一個任務 但是呢 在Linx Kernel 你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看的 不是只看一個任務 它是看一組任務 而且這個一組任務之前 還會有一些階層關係 注意到這個議題 然後POT的定義其實很單純 它就是一個多項式 然後我們真正在意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統計 這個統計資訊呢 讓Kernel有辦法做出畢業的決策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要做Low Banking 就是去 Core要去Migrate 好 然後Low Banking的必要性在哪裡呢 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 因為就是 如果沒有Low Banking的話呢 就會能者多老 對不對 就某一個CPU會忙到翻天覆地 然後其他CPU就是發呆 然後但是呢 你又不能三不時就去翻動 這些任務 如果你三不時去翻動任務的話呢 這樣對效率的衝擊是很大的 因為它對於像那個Cash 會有衝擊 就是說 你看喔 就是因為每個Core 它都有獨立的那個Pripe 獨立的那個Level1Cash 然後如果說你頻繁的去Migrate 任務的話 那你首先呢 這個Cash就怎樣 一天到晚都在做Invest 對不對 這個代價值太大了 然後 所以你看喔 我們太積極去做Low Banking也不對 不積極做也不對 所以怎麼做呢 才對 注意到這東西很困難的 困難到可以發好幾篇博士論文 好 那這也是我們寫書的一個原因 因為這中間其實真的是大有可為 但是呢 注意到這不是什麼 多了不起的技術 你每天用的手機 你每天用的手機 就在做這件事 那主要這件事要 畢竟做得非常有效率 要做得非常好 否則呢 就是很容易就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 在Needs Chrome裡面呢 有兩種主要 抱歉三種 三種主要的型態 就是有一個叫Regular 然後Idle 還有什麼呢 叫Wigun 好 那現在看那個Regular 就是說呢 我們有時候 那個Low Banking是那種週期性的任務 就是每隔一個時間會去Migrate 例如說呢 這台就看得出來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某一個Core 就是我們希望有31個Core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編號17的Core 有事情可以做對不對 然後呢 像這邊來講的話你看 編號17的有事情可以做 那其他好像看起來都沒事幹對不對 好 然後 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看17的那個負載又增加了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 你看17不見了 17又出來了 然後 當17的負載不見的時候呢 另外一個Core就會有任務 所以你注意看 等一下看左邊看看有沒有 結果他其實呢 他每隔一段時間呢 他就會去Migrate 你看18月有對不對 18月就Migrate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屬於那種Regular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叫Idle Idle的話呢 這個可能我們這學期沒辦法解釋完 Idle其實跟電影管理有很大的關聯 但是如果說 看看那個同學專題做怎樣 就是 如果你剛好屬期要去聯發科實習的話 那你可以跟我討論一下 就是 也許我們就來做跟你工作有關的題目 那這個Idle balancing呢 其實它是 真的要說它很複雜 就我給你一個關鍵字 我們這學期應該是講不到 但你有興趣可以查 CPU IDLE CPU IDLE 連帶機寫 IDLE 注意到它是一個Governor Governor CPU IDLE 然後是由Intel主導的 就是 我們照就是說呢 我們在現代的處理器來講 就是 我們的CPU的 執行的頻率 是會動態調整的 然後但是呢 我們終究需要一些基礎 才知道 一些資訊才知道什麼時候要去降低頻率 因為降頻在升頻其實也是浪費電 就是 你先降再升 跟保持原本的那個頻率來講的話 先降再升其實它的開銷是大的 然後 但是呢 你又不能 不能太保守 太保守的話就是 導致你就是 很容易浪費電 那所以往往呢 你就需要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就是說呢 我要知道說現在 現在的 用點 那個 那個 CPU的IDLE狀況 現在的 負載狀況 現在的到底還有哪些動物它需要 它是可以 暫 它是可以進入 就是暫時不要去執行 或者有些動物它就是要 某一個時間給它醒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 都需要額外的去做處理 就是我只能先跟你解釋到這裡 然後這個東西呢 有興趣可以去查 就查這個 這項關鍵詞 然後你可以 改成LWN 可以看到好幾篇文章 好幾篇文章在講這件事 而且這個一直在 一直在改進了 所以就像說 如果你以後在聯發科 在高通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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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公司工作的話 你很可能會改到這個子系統 就是針對你的環境去調整 然後 你看這翻譯很酷吧 全新完全不省電的CPU 對 好 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很麻煩 好 那先有點概念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前面講的週期性的 還有跟說 跟這個 節能的 省電的 有關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東西叫Wakeup 那Wakeup就是 你要把這個任務搬到 該搬的地方 但是注意到這個搬動的時候很關鍵 它是要放在什麼 同一個Share Cache Label 就是考慮到 如果我們是NUMA的Cache NUMA NUMA在哪 NUMA在下面 NUMA這個 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Migrate的話 我會傾向說是4跟5 Migrate 就是4的搬到5 5搬到7 7搬到6 6搬到4 而不要4搬到1 4搬到1的話 就涉及到什麼 Intercane 這樣的代價就很高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 在做這樣的Migrate 其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要了解什麼 了解它的成本 所以在我們這邊來講 Wakeup的話 其實我們有偏好的 你大概不能猜出來 為什麼可以寫論 因為你要怎麼去找出 適合的Core 知道這件事 它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情 因為往往 你沒辦法用上帝視角去看 因為它每個Core都是獨立的 對吧 那它會有一些共享資源 但是本質上它是獨立的 所以你設計演算法的時候 其實是 你沒有用上帝視角的觀點去看 你只能說每個Core 那可能要設計一個方式怎麼打交道 然後你可能要去 有些假設 甚至還會引入一些機率的 所以主要在Linx Kernel裡面 其實 那個機率就是用在這種地方上 我要怎麼去模擬 模擬這些Lock 好 下一個Migration 然後我們知道Lowbanks的必要性之後 就知道就開始要想要怎麼去Migrate Migrate的話 其實各位以前在恐龍書 大家有學過吧 就是有Pull Migrate跟Push Migrate 那這個就是一進一出 然後這個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是在說 你要考慮到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Schedule Domain Schedule Domain 另外它也可以簡稱叫Schedule 我們講Schedule Schedule就是講Schedule 你看我這個目錄 這個叫什麼 就叫這個名字 然後這個東西非常關鍵 就是在這邊 我們會區分兩個概念 一個叫Schedule Domain 還有一個叫CPU Group 先講CPU Group 就是我們CPU 其實它會有一個Topology 主要CPU本質上它會有一個Topology 我們要給大家看的Numa 算簡單的 真正真實世界的 應該說在伺服器 就比較貴的伺服器 上面的Numa是更複雜 但是不管怎樣 我們可以把CPU 節點跟節點之間的資訊 把它畫出來 像這樣 這個Topology 就這麼複雜 可能左邊是一個單元 右邊是一個單元 左邊的單元裡面 又包含好幾個SMP 像這張圖 就跟我們書本上寫得比較接近 然後 甚至還有更荒謬的 就是這麼多核的 然後這麼多核 我們就要考慮到什麼呢 考慮到它的香靈 所以等一下香靈 香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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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靈香啊 不要搞錯啦 香靈 在哪裡 為什麼我找不到 應該有那個字 奇怪 為什麼我找不到那個字 一直想靈香 就找不到香靈 反正就是有一個香靈的字 看這字看得好累 對對對 如果說 有人可以來幫忙畫插圖 歡迎告訴我 就是 我們這本書需要一點插圖 我們插圖不是可愛插圖 就是畫一些 像這樣的思議圖 請聯絡我 然後呢 就是文官講就是說 CPU在Migrant的時候 其實它要 就是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些偏好 正是偏好就跟那個Cache 會有關聯 對吧 然後呢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我們要做Migrant 所以Migrant 勢必我要有一個計算基礎 而且我還考慮到像前面講的 SMP 你看好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複雜 這個東西要講什麼鬼 就是說 因為你在MD或是Intel的書籍器上 你可以打開HT Hyperthreading 就是Hyperthreading打開之後 你一個Core上面就可以有兩個Hardway thread 對吧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我排程的時候呢 因為我排程的時候呢 有可能 作業系統認定有兩個Core 但是實際上它 Phisically 實體上它只有什麼 同一個Core 所以他們就是同進同出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就是需要編對的時候 把編在一起 對吧 就像說你今天是一個什麼 你今天是一個 電機系的學生 去修一個建築系的課 那你就跟你的同學會怎樣 會希望是手牽手 對吧 或者說就是同進從出 不然在那邊被當作一個外系的學生 外系的學生 然後沒有人要幫你 對吧 類似這種小法 然後 然後 Migrant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的處理方式呢 是怎麼 是用CPU Group 好 注意到這句話 好 然後這件事跟那個 尼瑪架構有很大的觀點 好 然後在這張圖呢 就下 這張圖呢 就跟講什麼 就講那個 那個 講這個hierarchy 對 就是這邊就講那個 講整個這個 講這個整個hierarchy 然後 就是 我們這邊會講那個 schedule domain的 schedule domain的那個hierarchy 然後 然後 那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後面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也跟這個東西有關 好 但是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它其實會有這個 有它的那個 節省結構 然後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CPU Isolation 就是在有些情況下 我們有可能會希望怎樣 我們現在在多核狀況下 我們可能希望某一核呢 是 某一核呢 是 獨立的 好 我們找個示意圖給大家看好了 不要理解 Linux SMP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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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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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還記得Pole 我們剛剛講的 從2004年以後 Linux生態不一樣 2004年以後 Linux可以用在多核處理器 2004年以後 Linux可以用在即時系統 就是用在工業控制的領域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思考一個很關鍵問題 就是說我現在有很多核 我現在有很多核 但是我要怎麼發揮它的效益 Mot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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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剛剛講Low balance 是希望說 不要全部任務都集中在同一核 但是反過來說 有時候我們有反過來需求 就是我們可能會希望怎樣 某一核就是固定做某些事 你看像畫面中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有CPU0,1,2,3 總共四核 然後我們可能會希望怎樣 編號3的CPU 就是它就固定做某些任務 然後Migration 就只會發生在0,1,2上面發生 然後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們就稱為CPU Isolation 你有沒有印象 哪時候我們遇過這個東西 我們在寫Fibonacci Driver的時候就有過 對不對 有提醒大家 其實可以用這樣方式修改 修改Grub 修改Brother的設定 然後讓某一核 它不會被排入任務 注意到這件事 對於這種Lewtime是很重要的 什麼時候用得到呢 比方說像機械手臂 像我們 我的那些夥伴 在做機械手臂的時候 就是會去把一些重要的 做運算任務 固定在某一核上面 也就是說我可能會有四核 那這四核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通用的 像是做人機介面 或是做網路通訊 反過來說也有做這種運算的 做我們講Motion 就是做這種 手勢的運動 或是去偵測特定物件 那這個運算必須要怎樣 符合預期 它不用非常快 但是就是它的最差的執行時間 是要可以預測的 否則如果說你沒辦法預測 它最差執行時間的話 這張系統就有可能會超時 那一旦超時就不能滿足Lewtime的需求 因為Lewtime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meet dayline 就是它會有一個什麼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dayline 你就是要去meet那個dayline 如果你沒辦法meet那個dayline 那你就可能這樣會有意想不到的 或是難以挽救的後果 好 Linus很早就為了這件事去發展 所以就設計這樣的一個 Isolated CPU機器 然後你可以去開啟相關的CPU CPU Sets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Linus Kernel的技術 其實一直在演化 然後 其實有很多東西就是說 可能就是修正了一個問題 然後到時候又冒出一個新的問題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你乍聽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修正一個舊問題 然後衍生一個新問題 注意到這件事在Linus Kernel 不是什麼多奇怪的事情 其實會發生 然後像2016年 來自英女兒 英女兒那幾個研究人員 我寫這本書也是運氣很好 剛好我跟寫這本書的 寫這篇論文的幾個研究人員 有幫我來 review 我寫的書 然後16年的時候 這幾個在法國 國家科學研究院的這些研究員 他們就指出一個問題 他們說Linus Kernel 它其實在CPU核非常多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糟糕的效能表現 所以你看這個 就是它在CPU數量很多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這個 它會有什麼 效能就會下降 那在某些狀況呢 甚至是138倍的效能折損 這個衝擊是很大的 然後而且它是說這個 這件事其實不是一年兩年事情 是十年以上 就是十年以上的窘境 這個是Linus Kernel其實遇過的事情 你看2016年其實距離相沒有很久 對不對 然後這個結論 你說Kernel修了沒 Kernel修了 但是修很慢 最近才修好 沒有多久以前才修好 你看這些問題其實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為什麼要重視CPU排成器 你就是可以以管虧天 雖然就是說你以為只是看一個部分 其實不是 就是你看CPU Schedule之後 其實相關的像Lock RCU 資料結構 然後CPU的架構 其實都會設立到 然後注意到 所以2016年呢 剛才提到那個India那些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那些研究人員提出的問題 Linus Kernel這幾年陸續修正 但是也是修了非常的久 這就表示說 因為一開始 畢竟Linus Kernel是針對這個Single Core去發展 但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多核 而且是很多樣的 就是一直多核 或是一個 有很多很多新的挑戰會冒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Kernel發展的是一個 很有挑戰 但是也是值得各位去投入的議題 好 好 那我們在編排上來講話 我們就是把我們第二章就著重在那些高階的概念說明 然後第三章就是著重在實作本身 就會看到更多的程式碼 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你會看到程式碼 但是就一點點 但是從第三章開始就會有較多的程式碼 然後如果說你在閱讀的時候發現 跟Linus Kernel的程式碼對不起來的話 請你告訴我 或是說有些描述可能是錯的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 然後這個3.2 3.3 3.4 3.2 3.4 3.2 3.4 3.2 然後這個CFS1Q using RedBlackTree 好 然後我們現在看那個3.2 3.2 注意到這個名字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無聊 叫Timekeeping 但是注意到這件事從來不簡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多合 注意到我們現在有多合 每一個核上面都有獨立的Local Timer 假設我現在CPU有8核 我一個Socket上可能有8個Core 8個Core上面 每個Core上面都有各自的Timer 各自的Clock 沒有Clock的話這樣的東西就不能運作 你學過數位邏輯就知道 數位邏輯電路就知道 你需要一個訊號員 你需要一個COK 就表示Clock 每一個Core都有各自的Clock 這個不是問題 但是真正問題在哪裡 真正問題在說 你的CPU有可能會停下來 你CPU有可能會去進入一個例外狀況 就是說你不可能 每個Core上面之前的軟體 層次碼都一模一樣 不可能 因為各自的Registify是獨立的 各自都有不同的 Day1 Cache 甚至在某些架構來講的話 他可能每一核的CPU執行的時脈 有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這會導致這個Timekeeping就很大困難 因為你想 就是有點像什麼 就是 你應該有這種經驗吧 就是你 在國小的時候 國小或國中 中午老師叫你睡覺 那你就睡不著 但是有些同學就是睡得著 你不知道為什麼他就睡得著 那你就睡不著 你就知道 知道怎麼辦 好無聊好無聊 但是一抬頭對不對 一抬頭被老師罵說 給我睡覺對不對 就是就是 老師叫做 閉目養神 然後 那你就 你就 你就 你就很可憐啊對不對 就是就是 就是 就是你睡不著 所以 所以 所以你那個 午休如果半小時的話 那半小時可能過了非常久 對不對 然後 那反過來說 在睡覺的同學 嗯 對不對 睡覺的同學 睡一睡 有沒有 流口水 然後 那什麼的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他就 怎麼過那麼快 我閉密一下 然後怎麼又叫我醒來的 然後就說 同學 已經上課一陣子了 然後 你怎麼還沒有醒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就是 因為這兩個CPU 進入不同的狀態了 對不對 一個呢 進入休眠狀態 一個就是像剛才講的就是很無聊 一直東拍西看 但是又不能 又不能抬頭 對不對 所以就只能發呆 然後 抖抖腳 然後可能到時候又被老師罵 然後 這個 這邊難度是在說呢 因為過往我們在思考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去想用上帝視角去想 但是現在不一樣好 就是我們剛剛幫你講說 Lobenz 對不起 不能上帝視角去想 因為我們要 我們就是個別Core 所以你要去想 就是你要去思考就是有點像 去揣摩 揣摩其他Core會做什麼事 這也是這系列的東西為什麼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要求大家去思考那個Lock-free的程式設計 因為你才能夠融入到這個奇境裡面 好 那首先呢我們要介紹一個東西叫HZ HZ是什麼呢 就是 它這個叫做Tick Rate 就是我們很清楚呢 就是 我們這些數位電路 一定需要一個訊號源 這所謂的Clock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Clock呢 對應到多少時間 就是由我們這樣的一個HZ去規劃 就是說你可能每個12.5mini second會觸發一次中斷 你看到12.5mini second 12.5mini second 10的10的負 10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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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方 好對不對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你的那個 你的時間 好 那它的頻率呢 是多高呢 就是導數 導數嘛對不對 好來看看喔 好 那所以呢 你的頻率呢 就變成80 對吧 就是說 如果是每12.5mini second 去 呃 去觸發中斷 好 那也就是說你的頻率呢 頻率就等於80HZ 好 好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 呃 就會 就有一件對應的 好 就是對應的那個計算 好 這你稍微看看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的意義在哪裡 好 因為呢 我們 作業系統本身有 好多操作都需要依賴時間 比方排程對不對 排程其實是需要時間對不對 否則你做不出那個 做不出什麼 做不出Long Robin 對不對 Long Robin是要什麼 就是每個一段時間 就是每 它的時間到 切下一個 時間到 切下一個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什麼呢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 坑朵裡面呢 會需要 就是也是需要 呃 去計算精準時間 好 所以像你在VueNancyDriver 你會用到那個KTimeAPI 好 那我肯定是要去查詢目前的時間的 好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好 這邊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HRT 這個東西 接下來好 這東西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在硬體上呢 會有一些高精度的那個Timer 好 那這個高精度Timer 可以讓我們做很多事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 可以去設定一個 比方說精度可以到microsecond等級的 所以你在那個KTime 就可以搭配這個HRT 就是設定說 設定一個很 就是精度很高的那個Timer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就不用依賴那個 很粗糙的這個HG 因為這個HG呢 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80啊 100啊 250啊 那你輪到1000 但是呢 我們要的精度呢 可能是什麼 是microsecond級 而不是minisecond等級的 所以這個到底理解這個 這個東西的意義了 好 然後呢 因應這件事呢 有一個機制呢 叫Tiklix 那個Tiklix呢 我們之後呢 講6次的時候 還會再講 在這邊你先把它記下來 Tiklix又叫No HD 也就說呢 它不是完全沒有HG 它是不依賴 它是not rely on HD 不要搞錯 因為Linus kernel很多命名 就是命的很短 但是它其實不是說 Tiklix就是沒有HG 不是啊 不是 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 它是它的系統運作 不依賴周期性的Timer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它因為它的Timer interface 發生的次數變少了 所以意味著說 我們就有更多的CPU時間 來做重要的事情 或是拿來IDLE 那越多的時間 可以讓CPU可以IDLE的話 就可以越省電 然後這個東西呢 跟上面講的CPUIDLE 有沒有關係 有 所以注意一下 我還不是講那個 剛才是不是叫你把關鍵抄下來 就是 這東西很 也不是很難啊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藕斷絲連啊 然後那個 牽衣法動全身 就是就是這樣 很麻煩 這個我們 我們這學期可能沒有機會 講完 但是你至少知道 關鍵字在哪裡 然後你也知道它的挑戰在哪裡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做 把Android用在消費性電子產品都用得到 甚至呢在SERVER上也會用得到 因為SERVER上它的功耗 也是我們值得要去 要去思量的議題 好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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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到 兩兩動動 好 繼續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TICKLIS 提到 High Resolution Timer還有HG 那這個東西就是 涉及到硬體跟Linus Kernel的核心組態 對吧 然後 接著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東西叫GFIS 這個東西很有趣啊 這個 它有一個典故啊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那個 功能的來源啊 就是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很古老啊 從那個Linus Kernel第一版就有GFIS 然後 那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說呢 從你系統開始以來 到底發生多少次 那個Time Interrupt 那它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 值得注意這地方 這有一個 這有一個數學式 這個數學式是什麼 就是說 它是 你可以用這個GFIS除以HG 可以知道什麼 可以可以知道說 你耗費的時間 就是時間 因為這是發生多少次嘛 然後這是 我們設定的那個HG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你就可以看是什麼 像那個什麼 NelSecond to GFIS 它有這樣一個計算 好 然後 好 那這個呢 叫做Schedule Clock 那這個Schedule Clock 特別的地方在於說呢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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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排程器來講的話呢 它是一個 你可以認為 認定它是一個背景 背景在執行 但是又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 的函式 那這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呢 你看喔 你看ScheduleCode 這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其實在好多個層面都會存在 就是在 有一個叫 clock.7 最大 我們現在看的都是在Schedule的目錄 然後這個clock.7 是它主要定義的 主要實作的部分 然後呢 除此之外的話 CFS會去殘照 會去殘照到這個什麼 就是Schedule Clock 然後再一個是PSI 那我們先解釋PSI PSI呢 P表示Precious Store Information 就是說呢 我們在 系統的運作來講 我們會需要一些資訊 而不只是說像Long Average 這種東西 我們會需要知道說 CPU Memory跟Io的狀 它的那種競爭的狀況 那這個 這個東西是很關鍵的 因為 如果說我今天是想要引入Docker 引入一些虛擬化 那我們就是團進團出 對吧 你看那個Docker 它不是只是一個Process 它是Long一堆Process 所以它的分配 它幫助說這個部分的這個 系統佔用的資源 它必須要有一個很輕易方式去量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話 它就是有做這種 有這種規劃 它會去說 去定義什麼是Sum 什麼是Fool 然後呢 它裡面又有一些 又是可愛的數學 這數學就單純的數學 就是它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描述 那中間有一些很trick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你要對數字系統熟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東西到底表示什麼 從那邊你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是某一種fix point 或是某一種數值的位移 那位移之後呢 讓一些B版操作變得容易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 當我發生Time Intra 那我就是要 勢必要去做對應的處置 那我們這邊最基本的處置就是什麼 就是去更新 更新我的GFIS 就是GFIS的更新 然後當然這件事也取決於說你的HG 就是你的那個Tick Rate是多少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中段 那注意到呢 我們這一次呢 也是要講中 就是我們有另外一份教材也是在講中段 對不對 我們也講這個中段 然後呢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呢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要寫這本書 這東西是吧 所以我一開始是我在寫 我從2018年我就在寫這些教材 所以我本來是要寫成都是放在Hack&D上做一個公開的教材 那後來發現就是有些題材太難了 比方CPU CPU Schedule太難了 所以我就不小心就變成一本書了 那所以有時候問題就是 它這樣一本書呢 跟這些原本我就寫的教材 有可能會什麼 有可能會有些重複的資訊 那你就加緊看看 好 然後 這邊呢就是 要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我們今天不只是處理中段而已 我們要考慮到現代的CPU要特別考慮的事情 現代CPU要特別考慮的事情呢就是 像是Cache 就是反正 反正多核 講到多核就說Cache就對了 就Cache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呢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Cache做Cache coherence的代價是很高的 此外呢還要考慮到這個中段的來源 怎麼分配給不同的CPU 就是它 它是 它是一個 Distributes 就是說我去什麼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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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到 分散到個別的Cache 但是這個 分散的方式會有 有策略 它可能會有特定的bit mask 決定說 哪些Cache會通過 哪些Cache不通過 然後呢 同理呢 因為現在的系統 還有考慮到像虛擬化 像你的 一個linux上 它可以再執行另外一個linux 另外一個linux 就是執行在原本 就是你看 我們把A叫做原本linux 然後呢 B呢是它的GasOS 它還是linux 我們把它叫B 那A跟B裡面都可以有中段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為了效率考量 我會想要把B的中段 轉包給A來處理 因為這樣的話怎樣 這樣更有效率 可是這件事 就讓整個中段處理 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注意到中段處理呢 你以前在計算機組織的課程的時候 通常考試的時候 不太考中段 因為不好考 但是不代表它不重要的吧 這其實 如果你留在台灣工作的話 對不起 這超重要 你只要去什麼IC設計公司 一定會碰到中段 就算你不碰到linux 一定碰得到中段 反正它超重要對不對 在台灣 然後呢你看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我們會有 跟中段有關的議題 就是像是Soft IRQ Test It WordQ 這些都是有相關的 然後你在這個 不對 就是本週 本週指定的這個新的作業 KTCP 也就開發一個 開發一個Web Server Inkernal Web Server 的一個實作 這樣的話就會用得到那個WordQ 你會看到這個CMWQ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要考慮到額外問題 像那個Lewatine 跟那個Lewatine有關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虛擬化 所以這樣要思量的地方是很多的 那我們先來看 先來照我們的書本的描述來看 因為呢 對於排成器來講的話呢 這個TIC 就太重要了 因為就是 如果沒辦法有一個穩定的TIC的話 你可以講這樣的作業熊 基本上是不能運作的 然後這邊呢 最簡單的一個形式呢 就是屬於那個Priotic TIC 顧名思義就是它是週期性觸發的 所以你看週期性觸發的 然後注意到呢 我們剛剛還有提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還記得嗎 TICLESS 這個TICLESS的話呢 它就不是週期性觸發的 它是事件觸發的 再講一次 TICLESS 並不是說它完全沒有HG 而是說它的運作 它不依賴HG 但是系統還是要有HG 然後呢 在TICLESS的話呢 它是事件驅動 也就是說 它還是會有TIMER 只是說在TIMER 它間隔不是固定的 固定的間隔 它是有時候長 有時候短 那反過來說呢 在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形式呢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週期性的固定 那顧名思義就是 它就是時間到就是 時間到就會time就起來 時間到就會timeout 然後呢 那這件事呢 跟 這件事跟那個Vocube呢 就有很大關聯 在Vocube裡面 我就可以設定什麼 每隔一段時間我去做某件事 那就是由這種 TIC PREARTIC 這樣的一個韓式 還有會相關的韓式所帶動的 但是注意到呢 中間呢 你看喔 Ktime的API已經會了 對不對 就是在Vocube那時已經會了 欸 好玩的又是什麼 這個東西 跟Lock有關 好 我們把它記下來 這個叫Sequential Lock 這東西呢 很麻煩 我應該要解釋的 但是我們先有點概念就好 我們繼續講多盒的時候 會講到這個 這東西很煩 就是 就是 你看喔 Kerno裡面用超多的 Kerno裡面呢 就是 它那個Sequential Lock 就有好多個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就是 有可能會隨著LinusKerno的程式碼改版 有可能會長不一樣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如果說你發行不一樣的話 請投資我 好 然後 這個是 當我們的Time Interrupt發生的時候 它有對應的 ISR Interrupt Service to Team 就是剛剛那個操作 然後那中間有些 就能展開 比方說讀Time來做這件事 然後呢 再來是 3.3我們先跳過 就是說 不是說它不重要的吧 我先跳過 因為它有些程式碼比較多 我們來講3.4 3.4的話呢 就幾個環節喔 很麻煩喔 所以最關鍵的地方就是POT 你看喔 它對應到這個結構 就是說呢 你看喔 我們前面不是講LinusKerno的Average 是有關的 然後除了這個LinusKerno的Average 以外呢 還有說LinusKerno的Average Utization Average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Estimate Estimate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它的Utization 然後你注意到它的型態呢 有沒有看到 型態很好啊 前面型態都是Long 那注意到呢 其實它裡面都有小數 只是說它用 定點方式去展現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求大家 要對那個BIOS很熟 所以你對BIOS不熟 這些程式碼就直接投降了啦 因為很麻煩 因為對BIOS的操作 而且Kerno有些註解跟程式碼是對不起來 很多人看程式碼就是看註解 然後看你腦補 不是 Kerno很多註解是錯的 你說Kerno為什麼會故意寫錯 不是他故意寫錯的吧 就是沒有人要故意寫錯的 就是根性不及 然後呢 PoT本質上它就是一個統計的機制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在意這幾個 就是我們去統計SE SE的全名叫做Scheduling Entity 我們可以把它說起來叫SE 我們去統計SE的關於它的負載 注意到這個負載 我之後這本書修訂好的時候 我把RODE的定義重新解釋的時候 我再把一個給大家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比較粗糙方式 就是它應該反映到CPU 反映到這些 Io這些人都是負載一部分 然後Runnerable 因為我們最後還是要從那個Q裡面挑出動物來 然後我們就看它的相關的比重 然後再整個是系統支援 整體系統支援的使用狀況 然後後面這兩個東西在做什麼呢 它就是會去週期性的去更新 所以注意到Linus Kernel裡面的Time Interrupt 如果你剛好有接觸過其他作業熊 像Fiatos 那你就會發現Linus Kernel的Time Interrupt 複雜很多 比很多作業熊複雜很多 因為它就是要做這些統計 而且這些統計的存在就是為了要多核 就要能夠運作 當然單核是不需要這麼精準的統計 但是對不起在多核世界就是需要 而且是可CPU就是要做的事情 好,那接著來看那個SE Scheduling Entity 好,然後我們這邊就會看到說 像這個Test Group 然後像這個Loader 那你看,不同的 對於不同的東西的定義就不同 就是底下有些相關說明 好,那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解釋 解釋說Riotan的排程 好,那我們知道就是在Linus Kernel裡面的排程器 其實有分不同class 好,我們的CFS是屬於Normal 或是Other 那比它再高一個等級的是什麼呢? 比它高一個層級的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Realtime 那它對應到就是這個 First In First Out 或者是Long Robin 好,然後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屬於這種即時的排程 好,那即時排程的話就屬於RT Class 然後呢,比RT Class更高一層次的叫DL DL是什麼?叫Day 9 然後注意到我們這本書呢 還沒有完整的寫這個Schedule Day 9 因為還在取得 我就是要取得另外一個人的同意 我才會把它以前的論文 這些材料重新在我這個書去展現 就是寫書真的很困難 你知道嗎?就是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錯的一個經驗 就是可以把這個東西重新學一次 然後呢,練習寫英文 好,然後呢,再來是這個東西很重要 接下來,叫做Thermopregion Thermopregion 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手機 你看喔,手機那麼薄對不對? 它竟然有感測器 感測什麼呢?不是感測加速度 也不是感測那個方位而已 不是那麼單純喔 它可以感受它的溫度 感受溫度的東西呢,就叫Thermop 一起唸Thermop 然後呢,如果你的手機呢 是這三年內才買的手機呢 你很可能手機上有十幾個Thermop 欸,對沒有聽錯喔,手機 Mobile phone Thermopregion Mobile phone Thermop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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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trick的事情 就是呢,要散熱呢 其實是很困難的問題 然後你看喔,這我隨便找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呢,你可以去看一支手機裡面的 就是... 欸,不對不對 我應該不是看這個吧 FORUFO FORUFO 欸,可不可以看啊 喔,對對對 如果你用一些那個 遠紅外線的那個 攝影機的話呢,你可以看到那個熱度的分佈 然後呢,你可能會看到像你的手機上 手機手機 欸,怎麼沒有影片啊 反正你知道,它不會是均勻的熱的 所以像你看喔 像這邊有一個Light Type 就是膝上型的電腦 注意到它的原文叫做Light Type 或者你叫做筆器型電腦也可以 那你看熱的地方不一樣 就顯然這個地方就很熱 你大概猜出來 CPU就有關 那你看喔,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邊呢就是24度 可是顯然這邊的地方一定超過14度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跟排層器有什麼鳥毛關係呢? 有! 而且是超級大關係 因為呢,我們要降頻的時候呢 是要跟散熱有關 你的手機有沒有風扇 你的手機沒風扇 沒風扇的話呢,散熱就很麻煩了 散熱就要靠什麼呢? 散熱就要靠傳導 然後呢,這也是為什麼那個iPhone的手機呢 一直到很後面才有辦法給你不同顏色 其實那個材料是很關鍵的 材料來講的話呢就是 你看起來可能是像一個塑膠材質的 但是它其實什麼? 其實裡面有金屬 那也可能會有分不同的層 就它可能會有一些銅線啊 或是銅板啊 或者是一些傳統性比較好 甚至有可能會有金 對比方也好 就是你的手機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金 然後去讓它的傳導更好 然後呢,你要了解一個關鍵的地方是說呢 這些資訊是要被收集的 然後一旦你打開這個測量 像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在現代的Smartphone裡面呢 它可能有10個 或是更多個SIMO 去記錄你的最重點溫度 然後呢,一旦它到達某個臨界值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能要來做什麼? 要來做計算 然後你看喔 你看這個東西啊 就是說呢,這邊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當你在做NodeBands之前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要去追蹤一下SIMO的變化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讓某一個區塊非常熱 注意到這張 我不想讓某個區塊非常熱 所以我們要做散熱 那這個散熱來講的話呢 其實還會涉及到像什麼降頻的啊 還有它可能還涉及一些 Reprogramming 然後呢 這邊呢,會講一個東西叫Stratum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事情啊? 就是說呢 這是一個我們會想要避免 但是其實這是很難避免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 你之所以手機會熱 就是肯定做某些事 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的 有意就是說你可能玩一個遊戲 玩一個就是本來負載的很重的 那無意的就是 你應該有聽過什麼Meta 或是某某公司的Apple 回去偷聽你的資料啊什麼會的 然後注意到這是別人講 不是我說的啊 然後就是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 你可能會聽過這種說法 姑且不論它是真的假的 反正它就是要做運算 那這個東西呢 有個問題是 你本來會熱就是因為 你有意或無意就是執行那麼多任務 那當你出去做Migration的時候 很可能會創造新的熱源 而且原本的CPU 就算關掉 它不見它會立刻涼下來 因為你不是用風扇來散熱的 那所以這件事呢 這個是一個 很有學問的議題 然後呢 你以後呢 如果有機會做手機 做消費性電子產品 一定會碰到 好 那接著是IRQ IRQ的話 我看看 呃 這個這個 可能晚點再看 然後 好 那底下呢就是怎麼去更新 就是 所以你又可以理解 我們要做Low Bands之前呢 我們就是要需要有一些 一些必要的資訊 那這個POT呢 就維護這些資訊 所以你看到其實它管的事情多 對不對 雖然它的POT 那個E 是那個scheduling scheduling entity 但是實際上 它要追的是很多的 像那個load average 好 所以像那個在 在 TOP 像你執行那個TOP命令呢 執行TOP命令的時候呢 上面寫是這個 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什麼 就是由PELT去更新的 好 那你看到load average 然後 底下有的時候 像說 還有它的CFS 那個什麼 run queue 然後 對 這個請你搭配自己看 還有 還有 還有它一些統計 然後注意到 這邊都是用 那個 定點數的運算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這個 可愛的死 那你會好奇啊 為什麼是死 為什麼是死呢 這個東西有詢問的 然後 這個 我最近加進去了 結果各位的書本上還沒有 這我剛寫的 為什麼是為以死呢 這個東西的學問在哪裡呢 為什麼是死 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我們不傾向在客套裡面使用浮點數運算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說 在這個APU的context 其實是這樣 是需要保留更多的APU context 但是我們不傾向在裡面去使用 那你如果真的要用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你有這客套的API APU begin跟end 注意到這樣的API有可能會隨著客套的改版可能會不見 或是被禁止使用 然後因為我們不能用APU 所以導致我們就是要用整數來做處理 然後我們事實上就是把浮點數 把它對應到特定的定點數 就是從浮點到定點 然後為什麼那個10那麼重要 注意到這個 common choice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看到2的負值次方是這個值 然後最小的值 最小的東西減到這個 等於這個值 這個值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就看到一個 那個10進會的數值 那注意到你在linux kernel裡面 有時候會看到這種數值 然後為什麼挑這個值呢 有個很棒的原因就在於說 它就剛好是一個精度跟效率的平衡 因為我們了解到 就是說linux kernel的程式碼 應該要能夠在32位元 64位元 可以在UN的架構 在S86架構 MIPS架構 其他的架構上可以運作 然後但是我們又不能用 直接用浮點數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定義一個 自己的一個定點數 好 那這就涉及到我的那個 Q要怎麼去表示 那這個叫 這個QPoint notation的話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它會有這個 integer部分 跟那個float部分 那就是在講這個 講這個議題 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說 這個10呢 剛好就是這樣 剛好就是可以有一個 相對合理的 相對合理的一個數值 就是 因為如果說你小數留的不夠 那你進度就不夠了 那你可能就需要拿更大的整數去描述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科目裡面雖然沒講 就是 雖然在Linx科目裡面 就雖然沒講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如果說用這個10 做一個bit shift的成長 就是考慮到那個 考慮到剛才計算出來的值 好 OK 好 那麼 看一下 那麼現在 好 我們接下來講那個PoT PoT的這個 PoT的表示方式 就是呢 因為PoT就是要負責去更新系統相關的負載資訊 那它就會有一個週期 對吧 就像我剛剛中間休息的時候 我去看的那個SpaceX的發射 就那個SpaceX的那個Starship 其實它是成功的 成功發射 只是回收的時候那個就是要爆炸 然後 然後你看 就是 你有沒有印象 就是今天是4月20號 然後呢 其實在4月18日你安排 安排發射 但是只有兩個半小時的窗口 就是它有一個Windows 不是那個窗戶的Windows 就是講的時間的Windows 就是說呢 就是在4月18日 就是它有SpaceX這家公司被指派說 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可以發射 但是呢 就是當時可能認為說不適合 所以在4月18號 預定發射前的40秒 就突然決定暫停發射 那就要順延到48小時後的今天 4月20號 然後呢 我要跟你講的地方就是在於說呢 在很多東西都會有這種相關的 Time Slots 然後呢 你要了解到這地方就是說呢 其實柯總同個時刻要做很多事 所以你為什麼不能只是靠 閱讀程式碼去了解 因為閱讀程式碼 你就是自己有一套什麼 自己有一套 自己有一套 自己有一套流程 對不對 你自己照自己的流程 活到一個自己的世界 但對不起 在Linence柯總是一個完全動態 在完全並行的一個高度並行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是我們後面會介紹到F-Trace 因為它就是一個活動中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很麻煩 就是在於說呢 你很可能沒辦法再一個start完成 所以你必須要拖到下一個start 或是你前一個start 它沒有得到完整的資訊 或是你沒有做完全部的accumulate 然後呢 那你必須要移到下一個start 就是程式碼有做這些討論 然後一樣啊 你要對那個Bus有點概念才知道 就像這幾個 那最後要編譯器呢 你說為什麼不把它改成位移 因為編譯器會做最佳化 你說為什麼會寫成這樣呢 因為編譯器會做最佳化 只要是除數 只要是除數是固定的 就可以做對應的最佳化 然後接下來就是個神奇的攻擊 神奇的東西在這裡 capacity shift 來看看這個東西 這東西太有趣了 好這個你看喔 哪裡用得到 P-E-L-T 然後呢CFS Fail就是CFS CFS也有 甚至Dayline的schedule也有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層面都會用得到 然後這邊呢 就是來做定點數據算 所以雖然他沒講 但是就做定點數據算 你說他註解只有寫step1跟step2 你懂嗎 人家假設你數學很好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 你看這個為了要讓你理解那個課 我們之前還幫你上一些數學課 就是底下一些相關的數學 好那DK呢 他有一個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對時間是很敏感的 那所以這個我們的負載呢 會有當下的負載 還有歷史性的負載 所以這個當下的負載 過一段時間就會成為新的歷史的負載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對應的 就可愛的數學師又冒出來了 然後 這邊呢 這邊呢就是去說明他的那個相關的這個操作 一樣請花點時間去看他 然後呢有沒有看到這個 對不對 Divide Divider 就是這個 這個除 就是他有一些針對那些除法 就做一些操作 所以這也是呼應說為什麼之前上課有講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啊 其實就是跟這個有關的 因為在坑洞裡面呢就是需要去加速這些運算 因為很多東西是我們出數卷已經知道了 我們已經做好一些 當時在規劃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一些TRAWF了 所以就想說要怎麼去銜接什麼之類的 所以注意到就是 我在寫的時候也是先假設你對那些BIS的東西有一定認知 如果沒有的話呢趕快去跟上 趕快去跟上 然後呢 喔 對 接著我們要進入到那個4.1跟4.2 4.1跟4.2 4.1呢 開始呢 就是group scheduling 那注意到這個是Links Kernel的特色 這也是你在恐龍書一類的書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算很有特色 但你非得要理解不可的東西 好 然後 我們在第二章呢 其實主要呢 就是講這個什麼 講那個排程器的演化 還有它的考量因素 那第四章呢 講的就是它實務上的用 像CFS 不是 像那個C group 標題上提到這個C group C group就是其實手機啊 在伺服器都用得到 所以很好玩啊 你會覺得手機跟伺服器應該是不同等級的電腦 但是它現在不一樣 現在跟你想的不一樣對不對 手機用Linux 那些資料中心也用Linux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 手機上有C group 伺服器上也有C group 手機上是Tiklix Server上也是Tiklix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 Server Server跟那個大家的手機呢 其實這A局裝置 Server跟A局 其實那個落差 很快就在減小 好 那這邊就講一些實務的議題 實務的議題就是說 你看到 假設我今天有50個任務 那我就 就是 我就只有一個CPU 那如果說我們是均勻去分布的話 那就是 每個任務會分配到50分之一的CPU時間 這是概念上是這樣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說呢 我今天有一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 它會有一些 相依 然後就是說它可能是要同一組的 所以我看到我就有一個A這一組 還有一個B這一組 然後呢你看到這樣的話呢 會有問題就是說呢 就是 你看 就是 A這一組呢 就有80% 那B這一組呢 就是有2% 因為原本是均勻分布給50分 那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分類的話 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 這個 這個比例會有問題 注意到我們講的fair就是講的吧 講那個 weight 就講那個比重 然後呢 所以勢必呢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呢 去 讓說分組的執行的時候呢 要什麼 要有一個合理的計算方式 而且注意到這個計算方式呢 必須是一個動態的 而且這個計算方式必須要反映出 像這種CPU的頻寬 系統的資訊這樣的一個 一個議題 所以為了這件事呢 Linux Kernel特別搞了一個東西 叫做group 還有entity 就是它有scheduling Scheduling Entity 还有Task Group 好,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到 动35 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说这个 Group Scheduling 其实是在实物上 很关键 但是在 这不算是典型的 排成理论 排成器的理论 其实在1970年代 其实就很多陆续被探讨了 但这个是不同的议题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在意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们怎么去照特定的比例 你想啊 哪些公司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Google Scheduling 对哪些公司很有动力投入的 Google Meta 因为他们自己都是什么 提供服务 所以你想啊 这些公司它提供的 它有很多硬体 它提供这个硬体 然后如果说 我有办法有个机制 去限制使用者 付钱付的多 它就可以用的 CPU资源比较多 反之付钱付的少 CPU资源用的少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它的云端 能够反映出成本 才能够反映出效益 对吧 所以注意到 像我们讲 Google Scheduling 其实说真的 最积极的公司就是Google 然后因为Google自己也有在做手机 所以它就会用同一套技术 刚才讲的 C Group 从Server 用到手机 竟然是用同一套 同一个技术 这个在过往的作为系统 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Linx可能做到这件事 就是用同一套系统 改变更主态 应用在不同场景 那不过这也会有一些 很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Ceno是由这些贡献者 决定的他的未来 那也因为这些开发者 重视的议题跟 可能会有些冲突 那像我之前就有 做一些调整 就是去降低这些 这些系统影响 因为像我以前会做一些 实验室 就我有些需求是说 我可能需要在一个 很低阶的硬体 像这样 一个很低阶的硬体上去执行 然后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些 很困扰的问题 因为Ceno很多东西 已经针对这种 Server side去做调整了 所以导致说 效率其实很低落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这几年LinxCeno还在 还在 还在 还在转变 好 那所以呢 我跟你讲这些事 就是主要是 因为台湾有些公司 会用到Linx 但是用法呢 有时候是 就是会有时候 会做一些调整 像以联发科来讲的话 联发科的自己就有一套 改过的 schedule 就是我不能跟你讲细节 但是就是说 它就针对 某些对于 使用者体验 或者对延迟 很在意的程式 那会有 在Ceno内会有一些 特别的调整 还考虑到一些 就是因为它有大核跟小核 那大核的功耗 可能是小核的八倍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分配到 任务到大核 或者分配到小核 其实要知道它的代价 如果你全部把它分配到小核 听起来会很省电 但是其实它做事做很久 可能手机会热 反过来说 如果你永远都是 把任务分给大核 但也不对 那小核就没事干 而且那也会热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策略 然后这个策略本身 就会跟group schedule 会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可爱的数学 到时候也用得到 不是多难的数学 我算过最难的数学 就是偏为分 就是那种 大学二年级工程数学 那个等级就可以 而且到时候学也来得及 反而是说你要知道说 科普到底用在哪里 好 那我们继续讲 前面讲的group 跟entity的hierarchy 先看图 这边有个示意图 就是有两个词 请你搞清楚 一个叫做runq rq就是runq runq 那这就是西维词runq 然后再来是tg tg就是testgroup 然后注意到 就是我们这张图 就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讲说 那个testgroup 跟runq之间的观点 然后你看 这边其实它有好几个se 注意到吗 se就是什么 scheduling entity 所以你看se1 se2 se3 然后这边会有sea seb 好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你看这a跟b它有共同的parent 然后这三个庙 这几个庙 然后它的parent在哪里 它也有对吧 se在这里 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有个描述的关系对吧 描述它的group group它是有分 它不是那种水平的分组 它是有阶层的分组 就是谁地处在哪里 比方说你是成功大学资讯工程系 然后大学部研究所 对吧 就是它有时候分群 然后有一个配论跟它的一个对应的详细的资讯 然后注意到呢 这边呢 我们的单位是se 你发现哪里不太对劲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不是讲说 第一章不是讲说我们是讲的吗 task group 对吧 task struck task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讲过Linx Kernel的一个超级重要的结构 叫task struck 当然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真正在做group scheduling的时候 真正在做task group的时候 我们描述的单元不是task struck 而是scheduling entity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呢 第一 task group太大了 对吧 有之前有展示给大家看 task group的程式码包含注解空白 算进去的话呢 它就是超过700行 它是task group太庞大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 它会占用相对大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就是空间开销的可量 第二个是说呢 我们做这些描述的时候呢 关键是描述它的前后观点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读取到那个task内部的资讯 task的内部资讯 就包含说它对应的有打开哪些档案 或者说它里面呢 有开启什么apptrace啊 或是里面的那个什么优先权 但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只需需要描述 Task group来讲只在意什么 只在意它的hierarchy 所以我们额外去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就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有更好的效率 这样更低的机器开销 然后可以更快的反应 这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indirection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第二章呢 一开始的那个就给你一个什么 就摘入一个名言警句 那其实就是去思考 其实就是作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indirection 它就是一个它把很多东西都包含起来 然后但是应用程式又可以去存取这些资源 然后Linux Kernel呢内部一直在改版 但是对外的界面 不会很频繁纠改 所以旧的城市新的城市都有机会在Linux Kernel上面执行 但是Kernel内部呢又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调整 我不知道可不用卷这句话来讲 我觉得卷奇怪什么内卷 小卷 好anyway就是说它就Kernel里面就一直在演化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哎呀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就是Nested 注意到这个不要烦 不要把它翻成什么签套还套签 不要不要翻那个 这就是潮状 潮状 潮状 对不对 那个潮 里面有潮 对不对 潮状 就是原本的意思就是这个嘛 你说雀草奶粉 对不对 就是Nest 你就是要叫雀草 对不对 那你看Nested 对不对 就是叫潮状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Texco的描述本身呢 它可以是潮状的 听起来很难懂 对不对 看这张图 所以看到我们在这些描述这些Texco的最小的单元是SE 然后呢 这个SE里面呢 它有个什么 就是它可以有个潮状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可以你看这个 这是比较小的 然后包覆在比较大的 对不对 这是就是Nested 好 然后呢 我可以有在不同的CPU会有不同的什么 Schedule Entity 然后我在Migrate时候呢 我就可以以整的团进团出的想法去做处理 所以注意到这个 然后这边呢 就有一些说明文字请看一看 就是讲说这个CFS啊 怎么去判断 然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样东西呢 叫做Representative Entities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CFS的一个关键吧 就是它的一个VT的 VT Long Time 好 然后多核处理器 好 CPU Demi 然后 这边有些程式码的 那就是稍微看一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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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呢 就是在解释那个 解释排程器的 排程器的那个进入点 那这个就比较细 那你就还是一样 请你自己看 好 那这边值得注意到的地方是这 CPU Bemis 那这也是Meta啦 Facebook这些公司的特别有兴趣的地方 因为就是我要去限制 限制它的占用的那个资源 不然说你用Dock在内 其实也会用到这相关的这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在做什么事 就是我要去限制嘛 对不对 因为我一个机器上我有很多任务 但是呢 就是因为每个客户付的钱的状况不同 所以比较保证 保证说至少可以存取多少资源 那所以这件事呢 本身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排程器本身呢 就是要去管 这些什么 叫做CMS Bemis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中间就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统计 注意到额外的一个统计 然后就做相关的Accounting 那一样呢 就也是有些可爱的定点数的数学在里面 好 然后 哦对 这个 这个把记下来 这个Thruttering呢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一个group 他在执行的时候呢 他已经超过他的Quota 那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就会直接会触发 Rescheduling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你以前呢 在孔书的时候会学嘛 会学这个Ready啊 Running啊 Block 或是Create 就是会有画那个Lifecycle 我们在第一 第一章 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呢 其实最后 最后倒数第二页 也有讲了这个东西 但是 但是呢 并不代表说呢 那个任务就只是 这么死板的一个状态 不是 因为中间呢 会有额外条件 会触发 触发重新排成 所以你看到像我刚刚讲 如果呢 一个group 就是你那个Task 超过他的 那个限额的话 就会有一个 Explicit 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明确的 重新排成要去执行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 这个是在那个 科统里面算 很特别的 要特别去处置的机制 好 那个C顾我们下次再讲 那所以讲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排成器 对吧 就是跟你想象的排成器就很不同了 因为很多都是跟现代处理器有关的部分 所以势必呢 你要了解现代处理器做了什么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现代处理器 好啊 现在处理器 好 这是古老的时候 古老时候的处理器 但是呢 后来处理器就不是这么单纯的 后来处理器就是会考虑到什么呢 会考虑到我一个 我可能很多盒 所以你看 以前就是一个中断的控制器 然后把这个中断发送到特别 发送到那个CPU 但是呢 在多核时代就是要考虑到要发送到哪一个CPU 甚至是它是不是虚拟CPU 好 然后首先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在发生中断的时候呢 有可能还会被打断 所以你看 我在这边发生中断 我称为叫 就是 IRQ是什么的缩写 就是interrupt request 就是RQ就是request 然后呢 一旦中断触发的时候呢 那这个 这时候呢 处理器就会切换到特取模式 然后就对应到画面中的看到的Kernel Mode 然后注意到这条 绿色这个波浪形状的东西呢 是什么 就是正在处理中断 当我在处理中断的时候 可不可以再被插断了 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这东西叫做Nested Interrupt 那注意到Linus Kernel 以前是允许Nested Interrupt 但是后来是不允许的 所以知道 这张图呢 是讲 这张图并不是讲Linus 而是说 它就是讲一个通用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 当我已经有个中断了 我其实是可以被强 被插断 来继续做 然后 Linus之所以 限制Nested Interrupt的使用呢 其实很大的问题是说 Synchronization 而且呢 Intel Handler它其实等一下 它没办法去 它就是它不会去 去触发Page Vault 那这件事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城市其实 有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区域 就我们之前的时候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区域 然后需要 博球面板的系统的介入 但是这个 在中断处理的就会有这个难度 于是呢 Linus之所以就把中断拆成两个部分 就把它拆成前半段跟后半段 前半段呢 称为叫Hard IRQ 就是有硬体 就是很低线的部分 就是硬体触发的中断 然后呢 受爱RQ是什么呢 受爱RQ就是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任务 那你想哦 像我现在呢 我就一只手机 对吧 然后这个手机呢 我现在 我这边有个按钮 对吧 我这边有个按钮 就是可以按下去 那个萤幕就会亮 你看哦 按下去萤幕会亮 咦 萤幕呢 为什么不亮 哦 按错边了 你看 我按了 一开始按了 然后按下去 哎呦 亮了 哦 这件事很难哦 这东西难在哪里 哇 这东西 很困难 你看 为什么按钮按了 萤幕会亮 你说废话 哦 不是 这不是废话 这是很好的问题 这东西非常困难 我们来思考 按钮 跟萤幕 其实是不同的硬体 对吧 所以这两者呢 它不是同个硬体 不是说 它不是说通电脑就亮 不是 对吧 它是两个不同的硬体 而且呢 如果你看它接线 你就知道了 那个 这两个硬体的接线 它的距离是差很远的 那但是它都有连到同个地方 是哪里 连到CPU 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按钮 按钮呢 它那条线接到什么 按钮那条线接到 你看哦 就是按钮会接到CPU上 对吧 就是它有一条线 然后接到这个CPU 然后呢 这个CPU呢 会有一连串排线接到什么 那个触碰萤幕 然后 所以你看哦 这整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有个中断来源 就是那个按钮 但是最终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是点亮萤幕 那这件事呢 显然它就是很复杂的操作 那我们就不希望呢 全部都在IRQ里面去做 因为如果全部都在IRQ里面做的话 就会导致什么 你做的时间太长 然后其他中断要抢 就是去打断你 或者说呢 其他中断没办法打断你就 就没办法处理 这也不是我们期待 所以在Linux Kern 它把这个区分成 hard IRQ 就是说你不能被打断的 你可以赶快做 但是呢 你赶快把工作交给另外一部分 交给soft IRQ 它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重新排成的 像他讲的 点亮画面啊 或者说 做哪些设定 你只要先取得一些 前面的这些必要资讯 像是网路封包的内容 那后面就是网路封包的那些 portable stack 那些 注意到 所以这边就讲到 top hell跟button hell button hell又叫做soft IRQ 然后我们之后讲 我们之后讲 绿油炭的时候 刚刚ISRU会很关键 所以我们这边 到时候还会再强调 好 那注意到 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做 像soft IRQ这样东西 我们称为叫deferable work 这个defer这个字呢 意思是很复杂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addition 大家看好 defer这个字不好翻 就是要看场景 defer 要玩游戏才能够给我用 要玩游戏才能够给我用啊 哎呦有了 defer好来 比较难翻好 因为这个就是要看场景 好 然后呢 这个 比方说呢 比方说 我们在做call review的时候 可能你是第一个reviewer 但是你发现什么 这段程式嘛 其实我不熟悉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找另外一个人 你可以说 比方说 那个人叫John 就是说 I defer defer to John 就是说 我算是第一个reviewer 但是里面有些内容我不清楚 所以我 我什么 我推给 我推给John 去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意思 put off action 就是本来是我要做的时候 就推给John去做 I defer to John 好 这是一个 但是呢 那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意思是他有什么 有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呢 他可能会这样 他可能会推迟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跟delay 还是有差别的啊 主要这个这个这个 delay呢 我们讲是什么 delay我们是讲是说 delay是说 比方说 假设是8点要直播 但是我电脑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就改成8点10分 或者改成8点30分 这叫做delay 所以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时间的 就是 就是往后推 往后推 就是往后推动那个时间 但是那个defer的重点在哪里 defer的重点是说 我之后就要做 那 就是我会之后做 但是我就是我会去做 所以它重点是 我会去做 只是说它不是此时此刻去做 所以搞懂 delay跟defer还是有差别的 delay其实它是 它就是一个时间种 它是最拖延的时间种 defer的重点是它做时间 那么东西 就是像你看那个 我们常常听到什么 无限迟拖延 对不对 无限迟拖延就是 无止境的delay 它没有保证 说要做什么事 那defer是有保证的 它说我其实要做 我只是不是在迟时刻做 注意到这个用词 然后呢 这个deferable work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不可以推迟 有些东西是不能推迟的 像刚才提到 hard IRQ是不能推的 注意到hard IRQ不能推延 但是soft IRQ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hard IRQ 它会去把soft IRQ叫起来 就是比方点点画面 点画面这东西是可以晚点做 但是呢 触碰或是说按钮 你必须要很快知道它是什么按钮 去分辨它的形态 比方说它常按power key 就表示什么 它要关机 对不对 然后我们呢 看到的soft IRQ test it还有work queue 都属于deferable work 然后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搭配本周的作业 不要忘记啊 本周有作业了 本周的KTCP是新的作业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这个有讲解的录影 搭配看 好 然后test it work queue 这个后面那个 后面这个部分就是 我到时候讲PrenRT的时候来讲 然后 但是这边来讲 也其实有些帮助啊 就是说 你看啊 像这个 这个时间间隔 这个TZ有T1T2 它就是有的进个小 有的进个小 有的进个大 注意到这不是画错 这是故意的 这个就是 这就讲TICLIS的那个重心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怎样 会希望说我的周期不是固定的 因为尤其像手机啊 或是伺服器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去降低能量的开销 如果你的中断就总是怎样 总是会时间到会醒来 那就表示 你就算完全没有任务 你还是中断要醒 还是要处理中断 而且Linus Kernel处理中断 就是这么麻烦 理解吧 那所以TICLIS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你把原本是什么 原本是 Timer Base 改成Event Base 然后呢 中间要考虑到很多事 因为 Event Base就是 就是相当于 你突然睡 就是你睡午觉被人家叫起来 睡午觉被叫起来 然后你会觉得 我睡午觉的时候12点半 那醒来的时候 哦 1点10分 或是你流口水 可能不想流口水 擦一擦 动漠细漠 所以然后老师说 考试 你刚刚有种今天吧 就是睡醒了 老师叫你考试 然后影片呆呆的 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你看 所以你就需要什么 把时间把它重新调回来 所以最重要的 TICLIS 再讲一下 TICLIS并不是完全 完全不需要TIC 而是说呢 它不依赖 它不用依赖这些TIC 它依旧可以运作 但它需要外部这些时间 而且事实上 它最后还是要参照 一部分的TIME的资讯 否则它没办法 回到它该有的心位 好 总之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容易 你看我这个 2019年之后 我就没再更新了 因为这个 可能我们还要再改版一阵子 然后我们之后呢 会设计一些分组的题目 就是我们 我们预计在5月中旬吧 5月中旬的话 我们就会跟大家公布 公布我们的 期末专题 让大家可以从5月中 5月中一度做到6月下旬 我们应该会在6月下旬 可能是24号吧 24号 25那一周会去缴成绩 在那之前 其实大家还有相对 相对 相对 相对长时间 但是就是要做 有点难度的东西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看那个 看那个 Spinlock 注意到这个Spinlock 这个很困难 然后等OSDI的网站更新之后呢 我就会把我的论文 发给大家 因为OSDI的论文 要在7月以后才会 才能够下载 应该不是7月 可能8月以后才能够自由下载 但是因为我们论文里面 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去讲 花了一点篇幅 就是讲了一个多核处理器 还有那个Spinlock 我认为是算 这个领域算做的还可以的 这个老王麦瓜 但我想让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对各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说 我觉得Linus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有些东西是 可能需要铺陈很久 才有办法去突破的 但Linuskent总是会有一些 可以突破的点 就是你可以发现说 从那种修挫制 或者是有些文件 跟程式码不match 这是一种 或者说你发现有些操作 像之前有同学研究所发现 Linuskent的收听 就是不够快 或者说它某些实作 就是可以使用到SWAB的技巧来加速 或者说像之前上课有讲过 unicode Linuskent总有一大好几个unicode实作 其实都是不同意的 像这个都是可以改进的 然后除了这种比较容易切入的方式以外 其实在一些子系统 像这种Linuskent的这些部分 其实就是 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是 大家可以去投入的 而且说真的 你学生阶段把这些东西想懂 胜过那些在工作 号称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 但是没有把这些东西想懂 你现在学生阶段把这些想懂 胜过那些号称工作经验二十年的人 因为那些人有很多时候就是工作经验二十年 但是实际上是工作经验一年重复二十次 就算我们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 而是说这是我们职场的现况 因为我们很难进修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在大学阶段 尽可能做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在工作之后 很不见得可以做难的事情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 好那这边这个讲座虽然有录影 但是它就比较旧了 然后2008年以后就没有更新了 然后就是就就就就 对你懂 那就是就就就就好 就还还要更新 好好那会 那这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 Linus Kernel有好几种头部机制 像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的 Sanfon Mutex 这次有然后还有Spinlock 然后这个讲座其实就是想要去归纳说 有哪些Lock的手段 然后注意到这个Lock的手段 其实不是只是去确保同步而已 你又会把Counted Switch Process 还有这个Core跟Core之间的关联 会把它搞懂 然后这件事又涉及到像什么Catch Confluence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些硬体 那所以为什么要发大财 因为那是韩国语 韩国语就一听到就 国语国语韩国语 对不对 所以我上课也得来韩国语下 好然后呢这个 哦呦有没有 几率统计 对不对 这边就用得到几率统计了 然后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 希望让你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接触到那些 atomic operation 那这个东西呢 跟SpinLock 跟Mutex的关联在那里 然后呢 这个BG Wait BG Waiting在教科书常出现 到底在忙什么 然后如果每一次遇到这个 遇到什么 遇到SpinLock 遇到Corecual Section 就叫BG Wait 那这样的给你再多盒 不就是会浪费吗 那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然后再来是 SpinLock来讲话呢 它可能会怎么 会有disable interrupt 然后这东西 disable interrupt对于系统的影响 尤其呢 如果系统很在意延迟的话 就是想要做一个low latency 低延迟的系统 这个disable interrupt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其中一个影响就是 新的interrupt 因为你在旧的 在现有的interrupt去disable 后续的interrupt 就导致后续的interrupt就pending 就没办法去处置了 除非你再re-enable interrupt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会影响到系统的延迟 甚至会可能对即时系统来讲会超时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课呢 除了讲Day Lock以外 我们还有讲Live Lock 没有印象的话 请你去查 我们讲那个Concurrency 讲那些什么 Automic 还有那个Lock Free的讲座 其实都有提到那个Live Lock 所以你看哦 我们实际上要讲这些同步机制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错综复杂 所以请你原谅我 为什么教材都是东跳西跳 因为我还想不到怎么教比较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东西吧 然后我还在摸索怎么学习 然后那这边呢 就跟你介绍这个Spin Lock 然后注意到呢 其实你实做那个Spin Lock可以很简单 好 例如说呢 你可以 你可以实做成这样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今天 我今天 去实做一个Semophone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指定一个Counter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就是一个Automic Decreement 跟Automic Increment 对不对 就是一个加1 一个减1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中间这个注解 中间这个注解啊 你看哦 在做什么事情呢 你发现这个东西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中间竟然跟什么 跟闪电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在Busy Weight的时候呢 如果你一直在跳上跳下 对不对 你看 这边有个Automic的操作 全部有 或者全部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搭配这个回圈 那你可以想见呢 CPU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对不对 因为CPU很忙碌的去尝试 去做Automic操作 然后呢 如果失败的话 对不起 再继续尝试 然后直到什么 直到这件事完成为止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消耗CPU资源的 然后 而且呢 Automic操作其实会涉及到什么 Catch Coviens 对不对 它会去发送对应的这个Embedded 所以你会有Embedded Queue的操作 那要发对应的Broadcast 然后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通常我们在里面会安插一些程式 去让系统 就是做别的事 就不要是频繁的 就有Catch Coviens 因为你这个CPU在忙是一回事 你发Catch Coviens的话 发那个Catch Inveded 就是会影响到其他核 好 例如说我们有一个专案呢 叫C-Serve C-Serve就是用系元做的伺服器 那J-Serve是什么 J-Serve就是 你要知道啊 其实我以前是想要做超级电脑的 我以前是要讲做伺服器的 做迁入式系统真的是刚刚好做到 你说为什么刚好做到 因为做迁入式系统不需要学历 但是做超级电脑需要 那我就先做一个不需要学历的 然后发现奇怪 发现什么 发现其实好像也不错 好像做迁入式系统也蛮好玩的 所以这人是很难讲 就是有时候做的才知道不适合 然后后来有一家云乱的公司找我进去 我就不想做了 对啊 对啊 就没有兴趣了 我就发现好玩的东西了 所以有时候你学生阶段 早点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早点遇到一些跟你想象中不同 也不是坏事啦 总比幻想一辈子 最后看到是一场空来的好吧 好 你看哦 这是我们C-Serve的Spinlock的诗作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个Ticking 就记录什么 记录说 就像抽号码 就看说你现在抽到的号码 跟叫号的号码有没有一致 那这个都是Automic 然后你看哦 就是我一开始指定数字嘛 就设定它那个Ticking 这个就也正会叫TickingLuck 然后呢 注意到了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Spinlock 看到这个Spinlock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中间在等 等着那个Ticking到了没事 我们呼叫这个 Schedule Year Schedule Year是什么呢 Schedule Year是Linus Kernel提供的系统呼叫 注意到这也是Linus特有的 然后这个系统呼叫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系统呼叫可以呢 Ear的Possessor 就是让出目前的处理器 意味着什么 可以让CPU重新排成 这个就是它 但是它只是个提示 其实作为系统可以不去理会它 然后 总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可以去重新去什么 去排成 注意到这个就是重新去排成 然后 注意到这件事 这个其实也不能乱用 因为就是说其实要看你的 看你的那个class 然后如果说呢 你在RT的class里面呢 平凡的去呼叫Schedule Year的 那会导致你的那个RT的行为受到影响 所以事实上呢 Schedule Year的使用的话呢 其实是用在CFS 就CFS是用在这个Other 或是Normal 就是这个Non-deterministic 就是讲这个CFS 所以注意到 这个它注意到这个的使用 好 那我们就是加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用RT 所以我们就放心的加上这个 就是让这个等待的时候 可以去看有没有其他的任务要去执行 好 然后接着呢 哎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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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行 翻掉啦 好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是Spinlock实作 然后在刚刚那个议题呢 其实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还是要考虑到Cache影响 所以你看到多核其实很多问题都在什么 多核很多问题都在Cache上 就是真的是很烦 而且呢 而且会继续烦下去 所以这个今天不学 Linus Cohen我这样 今天不学明天会更难 好 反正就找机会就学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就是 只要你觉得这条路是你想走的路 就就赶快学 好 学多学少是一回事 好对不对 总之就是你要跟得上时代 好 然后刚才呢 讲到的东西呢 我们就中间安插一段 去做别的事 反正就不要平凡的去什么 平凡的去做Cache Coherence 大家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为什么它会有什么 注意到这不能叫双层路 不要再讲双层了 双是什么 双是对称才叫双 对吧 你看 这个 诶 这个 这两个没有 这两个是 这有什么不良 搞不好 诶 这个东西啊 资料不良 是不是 我愿意大人去日本玩了 然后买一堆东西 好 塞给我 然后你看这两个东西呢 我才能够叫一双 对不对 这两个是对称的 对不对 但如果说今天是这样 这样就不对称嘛 对不对 不脆称就不能讲双 好 最大的这边呢 就是什么 就是二层的回圈 为什么要用到二层的回圈呢 这是好问题啊 好 来看这个东西 那个二层的回圈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还记得刚刚刚那个 之前有讲过的 有讲过什么 Invalidate 就是说如果呢 很多CPU都在等这个Lock 然后呢 这个Cache Line会怎样 会有竞争 因为呢 我最后就是要怎么 要改写那个Counter这个值嘛 对不对 所以看到 因为呢 这一段程式嘛 很麻烦的地方在于说呢 我就是在很近的时间点 会修改 我在很近的时间点 就是会去一起读取 那所以呢 我们当然会以Cache为 主要优先 但是你又要 又要得到最新的资讯的时候呢 你往往就是发送大量的 Invalid 就发送大量的Invalid 那都是Botcast 这个是very very expensive 然后呢 这个是冲击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呢 这个随便一个操作呢 都是700个 700个周期起跳 这很 讲出来 7000个周期不是700的 7000个周期起跳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代价 然后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宁可这样 我们宁可用空间来换时间 对不对 好 运一下吧 我们之前在讲一些 那个程式嘛 ConcurrencyProgram的时候 对不对 还记得 还记得吧 怕你忘记 找编一下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 ConcurrencyProgram的时候啊 对不对 像这个 NPS7 然后呢 NPS7的程式 然后我们就会讲到 NP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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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会讲到 CacheLine 对这个 这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 就是什么 CacheLine大小 就是我们 当然这个是可以调的 然后像这个 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 CacheLine 就是避免 避免它这个 Lock 因为这个 因为不是Lock 就避免它的contention 然后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 要去处理的一个机制 然后 你以为这样结束吗 没有 还要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很麻烦的 就是什么呢 因为呢 又是Cache 对不对 又是Cache 就是说因为Cache 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新旧 然后呢 因为我又不希望 依赖大量的Invalid 因为Invalid那些操作啊 就是它就是 就是数百数千个cycle 就会这样浪费掉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要知道说呢 我们到底 是不是看到最新的 这就是 现在这整件事的难处 然后呢 就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叫什么 叫乒乓 乒乓就是什么 就像乒乓球这样 一下零一下一 一下零一下一 或者一下一下 你这边一下我这边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事实上呢 在有效的那个Spinux做来讲话 并不是只是在里面 安插一些 安插一些 会等待的这个指令 其实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 额外的议题 好 例如说呢 我们在SSE同样 里面呢 我们就有做件事 就是像那个S86里面 有个东西叫POSE POSE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这样这个 就是我这段时间呢 我就是CPU 就是CPU就是没有做太多什么奇怪的事情 最主要就是有创造一个时间差 然后这个时间差呢 就是40个cycle到100个cycle 其实相对是短的啦 真的可怕的是那种Cache Invited 因为那个像POSE的话是 它是目前这个 就目前这个核的操作 那如果是Cache Invited 那就是很大的 就是数千个 数千个cycle的操作 然后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用 如果要找到对应的指令的话 对应到ON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ISB 那ON的ISB是什么呢 ISB 它是一个barrier 但是这个barrier呢 它很特别啊 就是它是 它是什么呢 它是 针对 针对 就是 我们有几个的啊 有DNB 然后 有 DSB 还有ISB 然后那个ISB呢 它就发生说那个指定的barrier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的文件 然后 这个呢 就很麻烦 地方是说呢 因为你过去 之所以不会在多核的系统上 遇到问题是因为 作业系统已经帮你 帮你想好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kernel 不管是kernel module 还是修改 一定是kernel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面对硬体 所以直接面对硬体 就是要了解那么多事情 那像ON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需要去按采一个画面中看到的ISB INSTRUCTION Synchronization Barrier 那它的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确保 确保 确保说它会去flush flush pipeline 好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flush pipeline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你终究在读旧的东西 好 然后这个就是在这个 实作这个什么 实作那个spinac 要 要顾遇到事情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之前整理的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就跟大家来说明呢 说明从这个catch 口线词 讲这个scapility 这边讲的可扩展是讲这个scapility 然后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在这15年内 这个linus kernel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整体的这个scapility 然后很多地方是翻天覆地的这个 这个翻天覆地的修改 但是依旧还是有很多问题啊 像那个2016年那个什么 那个Vestic Core 那一篇论文就指出来 其实linus kernel在 处理器核数很大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很严重的拖延 好 好 然后 那前面有一些那个 前面有一些背景知识 就是这个应该知道背景知识 然后 好 那我们刚刚就是那个去试做那个tiki lock 然后就是这个tiki lock 然后 好 那注意到呢 tiki lock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在cash 好 那你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要改动的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改动跟监控的就只有一个什么 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一定放得到cash 对吧 因为就是那个资料量太小了 但是偏偏就是这个资料量会导致什么 导致cashline的竞争 那为了不要有cashline的竞争 所以我们就势必需要什么呢 需要cash 发cash invaders 那cash invaders就是发一个什么 就是发这样的通告 这样的广播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东西多可怕了吧 就是你CB核数越多就发的通告越多 然后你看你中间做任何动作 就是要发这么多通知 就发这些通知 所以它虽然程式码看起来很短 但是它的代价是超级大的 所以知道这东西的代价很大 然后呢底下呢就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去描述呢这个东西的代价 那这个东西的行为 那请花点时间去看它 然后呢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底下还有博松分布 还有MCS MCS Speedlock 一样请花点时间去看它 然后那我们下周吧 下周我们可能会有对应的测验体 因为我们这周没有安排测验体 我们这周就是讲解教材 那我们下周可能就会有一个 给你一个简化版的RCU 或是一个简化版的MCS Lock 然后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呢 这个 这种Spinlock在多核的情况下 其实代价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Linx Kernel有一大堆Luck 你看在这里可以看到Linx Kernel 其实有很多Luck 还有很多不同Luck 就是不同情境 像这个 为什么我比较倾向说跟同学讨论 因为 与其让大家去看这些东西一知半解 不如让大家可以有办法去自己摸索 然后去思考说 这东西到底是不适合 比方说这个场景是不是适合红灰树 这个场景是不是适合B3 这个场景是不是适合HMap 就是类似这种 希望你可以去思考 好 然后这个是Interrupt部分 然后终于进步到下一部分了 这个我们下周 下周再来谈讨 下周我们再来讲CPU Cache 不过在这之前可以来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是Draper Draper是很有名的开发者 它有名是因为能力跟脾气 这个脾气比较大 就是你知道就是财气跟脾气 如果你的财气大于脾气 其实人家可以接受 如果说你的脾气大于财气 就是大部分不能接受 Draper就是这两者都很大 他很有名 你无聊可以查看 这个Draper这个人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很有才华很强 但是他的脾气也很猛 然后他在前几年他就写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高达114页 然后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就做翻译 但注意到我们还没翻完 然后前面应该可以看的蛮快的 尤其一些硬体的知识可以补充 就是像Draper的原理 Draper它为什么要充电 然后如果你中间发现说有些地方写错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按 有没有看到右下角 有个Bug Report Bug Report按下去之后 就会跳到GitHub 那你该知道可以干嘛 就是上面说 我认为这一个翻译 这个翻译可能翻得不好 或是真的翻错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因为前面可以看蛮快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像是什么 机体的类型 对不对 然后就是一些像这种 就是可以顺便复习你的数位逻辑 然后Catch Catch的部分 然后这边就是 其实你可以从第三章开始看 就是从Catch去看说它的行为 然后Catch的原理 就讲得很细 就是比很多教材都写得清楚 然后像Catch的对影响 而且它就是真的会去做实验 然后让你看得出它的冲击 然后还有Catch Miss的影响 然后第四章就讲虚拟机体 这一样就是很棒的教材 然后原文很棒了 那我们还在翻译 就是说你可以愿意来帮你来一起翻译告诉我 然后你说翻译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写在领域表上面拿 对不对 你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Linus核心世界最权威的一篇文章 那我负责它的中文版 哎呦你看听起来厉害对不对 然后这个帮助说我们刚才讲那个Neuma架构对不对 Neuma架构在这本书里也有讲 在这篇论文也有讲 然后那你有没有 Neuma架构超立方体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东西就有一些可爱的数学 所以我们写那篇Luck的论文 就OSDI论文 其实有一本就是有一些数学推导 然后我什么时候一直强调数学 其实不是说会了数学多么了不起 而是说呢 这个数学是让我们可以 可以在你做大量的实验之前 可以去规划 可以去预估 可以去 不然说事后可以去检讨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你还可以做模拟 因为现在系统规模都很复杂 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要在哪里切入 在哪里可以把这件事做好 好 然后 然后我们没有翻译完的是第六章 就是这一篇录文其实好多章 它还有第七第八 然后但是我们就只有翻到第六章的6.5 其实还有还欠很多 就是那如果有兴趣要跟你告诉我 那我们下周呢 就来继续来探讨那个 记忆体管理 好 那在此之前呢 请你就是花时间去看 看那个跟CPU排程 还有多核处理器 然后大家在跟这些行为 好 我们先到这 好